001 The Hermit Sumidha Makes His Aspiration 苏彌陀影视 伊恩著《极善慧影视》 果德玛佛陀四阿森之十万大劫前的前世 以身作陆功仰然登佛 她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 但是为了表达对然登佛的尊敬 不使用神通修路 她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 当时她一看到苏彌陀影视就非常喜欢她 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然登佛的莲花 分了一大半给苏彌陀影视 然登佛对苏彌陀影视预言说 这位女子将生生世世都跟着你 无论她哪身作为你的妻子 都会贤惠而美丽 然登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彌陀影视身上踏过 而是在为她受祭之后 恭敬地又绕而过 按照上座布佛教的标准 只有像苏彌陀影视那样 正是得到一位佛陀的受祭 才能被称为菩萨 002 Queen Mahamaaya's Dream 皇后摩赫摩耶的梦 伊恩住夜梦白相菩萨入胎 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va 菩萨出生 004 Call a Day Below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va 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为刚出生的菩萨看向 伊恩住 也就是阿斯陀仙人 他已经证得了 非想非非想触定 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正道之前 正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一般会转身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 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 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 他因此而垂泪 005 The Bodhisattva entu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 菩萨又粘在岩幅树下自行进入出禅 006 The Bodhisattva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avadhada 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社中的白鹅 007 The Bodhisattva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 菩萨展示天生建议 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 菩萨驯服列马 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va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usatara 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稣陀罗公主成婚 0010 The Four Omens The Old Man 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Pickle 菩萨出游 菩萨出游 遇到的四大世相 病人 死者 老人 和修行者 彼库 011 The Bodhisattva'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菩萨出游 菩萨出家而未无家前 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 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ead hair 菩萨出皇宫后 自行断发 表示出家 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aisara 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 伊恩柱 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 当时菩萨起时经过望宫 兵比萨拉国王 他比菩萨小五岁 见到菩萨像帽举止装严 身为触动 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休息处 想封刺他一个宫廷高官 菩萨拒绝了这个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 014 Learning the Seven Attainments 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七种定 无所有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阿罗罗 加罗摩 015 Learning the Eight Attainment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八种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玉陀加 罗摩子 016 Practicing the Caricaria Austere Asceticism 修习苦行 饥饿行法 017 A Magnificent Dream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一 头枕雪山 手打两海 018 The Dreams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 附身曼藤 猪鸟化白 重躯 象征重身 环绕 射份山不染 019 Offering of Milk Rice by Sujita The Wealthy Man's Daughter 成道前接受大副长者之女苏雅塔的乳洲供养 020 Vanquishing Victory Over Prince Mara 战胜天魔王的诸魔君 伊恩柱 佛陀在记中提到过十大魔君的名字 第一君爱玉 第二君不乐 第三君饥渴 第四君可爱 第五君昏沉 第六君恐惧 第七君怀疑 第八君恶毒顽固 第九君明文立养 第十君自赞扁他 那时佛陀还未成道 没有什么超凡能力 他以凡人之躯面对这些魔君时的态度是 我挥不退之战旗 我说习命未可耻 宁可战死于沙场 不愿失败而苟活 据说当时佛陀吃过乳洲之后 就仰手将剥鱼器在河中 意味着若不成道 这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餐 SN3比2 经典里也记载有很多后来的阿拉罕 在正果之前 都有这种 不成道宁可死的心态和做法 雷迪长老的著述里有提到这种心态 在实际上就是四神族之一 欲神族的体现 021 Attaining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正道成佛 觉悟 022 Victory over Mara S Three Daughters 无视天魔王三个女儿的诱惑 Ean Chu 据说当时这三位他画自在天的天女 变化出所有年龄段 有可能对男性形成诱惑的女性形态 用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打动佛陀 天魔所在的他画自在天 是欲界天最高等的一层 经典里有提到 和欲界天的天女相比 凡俗世界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都会显得像猕猴一样难看 后来有位老婆罗门叫马甘迪 想把她美丽的女儿嫁给佛陀时 佛陀就提到这件事 说即使是当时那样的天女我都不再动心 何况你的女儿参见后途 023 Offering of Rice Cakes by Two Merchants 两位商人供养米糕 Ean Chu 他们是此世间最早的归一者 当时世尊手里还没有容器受食 而历代诸佛都不以手直接接东西吃 所以土里佛陀有点不收的意思 随后四大天王各带了一个波线给世尊 相传世尊将四波化合胃亦然后受食 024 Encounter with You Pakataka 遇到有帕卡塔卡 Ean Chu 世尊沉道后 前网路也愿度化五笔库图中遇到的一个沙门 那时世尊还未开始弘法 这位沙门问世尊学的是谁的教法 世尊回答 我于世间无有师 也无与我同等者 这位沙门回答 朋友 但愿如此 似乎不太愿意相信 025 Delivering the Demika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向路也愿无比库出赐传法 026 Well The Demikaka Sermon and His Family Meeting the Buddha 大父长者之子耶舍和他的一家遇见佛陀 027 Dispatching of the Sangha on Missionary Works 派遣僧团前往各地弘法 028 Venerable Europhile Kassipa Admonishing the Serpent King in the Tindershed 佛陀在幽楼平罗家业的草堂中降伏蛇王 伊恩著 英文原文可能有误 原文直译是 幽楼平罗家业尊者在草堂中劝说蛇王 029 The Ordination of Europhilek 渡化幽楼平罗家业 030 The Brothers Nadi Kassipa and Gai Kassipa Find Plates of hair Floating down from upstream Nadi Kassipa and Gai Kassipa看到从上游流下的虚发 伊恩著 上述幽楼平罗家业是他们的兄长 这三位家业是当时一个外道修行团的首领 老大幽楼平罗家业归一世尊之后 剔除虚发 让虚发随西流而下 他的二个家业弟弟看到虚发之后 赶紧去探望哥哥 然后也都随哥哥归一了世尊 031 Encounter with King Bean by Sarah 会见兵比萨拉国王 032 Meeting of S.A.G. Sarah and the future Sorry Buddha Sarah 还未出家的社利府长老遇到阿沙基长老 伊恩著 设立福尊者就是这时候听到那首有名的记 诸法因缘声 正悟出果虚妥罕 033 King Sathona The Buddha's Father Inviting the Buddha to the Palace After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etting out on the arms round 禁犯王 佛陀的父亲 邀请佛陀回皇宫接受供养 当时他表示不同意佛陀进行托波 034 Queen New Sathona Paying obeisance to the Buddha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王后鼎立佛陀 035 Queen New Sathona Pointing out the Buddha to her son and telling him to ask the Buddha for inheritance 耶稣陀罗为佛陀的儿子指出父亲 并让他去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6 Prince Rahula asking for his inheritance 罗侯罗王子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7 Ordination of the Six Princess Annapoli, the Barber T度士家族的六位王子和礼发师五八离 伊恩柱,即送出,律葬,的那位长老 038 038 The Wealthy Annathaping Doca Purchasing Land for a Monastery 大富豪给独孤长者以金币覆盖地面的方式 是购下圆灵献给世尊座位寺院 伊恩柱,即支驼灵给孤独园 当时是向支驼太子购买这个圆灵 支驼太子说除非用金币覆盖整个圆灵 否则不卖,给孤独长者就真的拖了大批金币来覆盖地面 当金币覆盖到还差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 支驼太子说不用再拖金币来了 剩下这块的就算是他供养的,如图情形 Ease to the Townspeople of Coppoli and Collier 向卡帕里和科里亚的村民宣讲有关和平的法 伊恩柱,中间那条河叫罗西尼 同时灌溉河岸两边的田地 这二族村民为了河水几乎要起流血冲突的时候 佛陀制止了他们 佛陀后来轮流在两个村子柱流 各有不少民众皈依 零四零 Wealthy man and his people come to challenge doctors 一个妇人带着他的人马来质疑教义 零四一 Favorable Pindala obtaining the sandalwood arms Bow of the Wealthy Man of Rajagaha 冰杜拉尊者用神通取得王舍成一个富豪的城乡木钵鱼 伊恩柱,那个妇人设置了一个活动 把一个城乡木钵鱼放在一个高杆之上 挑战任何当时的修行者 看谁有能力把他拿下来 冰杜拉尊者在木箭连尊者的推让下 用神通扶空上去把他取了下来 佛陀则被他滥用神通 那个城乡木钵鱼后来被交给僧团研磨成城乡木粉糕 分二110F,DHA3201FF,J4263 042 Brahmann Magandhi and wife offering their daughter to the Buddha 婆罗门马甘迪夫妇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佛陀 043 Queen Magandhi ordering the drunkards to her vituperations at the Buddha 马甘迪王后命令一群罪汉去辱骂佛陀 伊恩柱,这位马甘迪小姐据说非常漂亮 无数贵族妇人追求都不放在眼里 她的父母本来想把她许配给佛陀 佛陀为他们说法之后 她的父母证悟阿娜喊果 并且随佛陀出家不久后证悟阿拉喊果 但是佛陀的拒绝让这位马甘迪小姐深感耻辱 后来她成了高沙比国王的第三个王后 一直找机会报复佛陀和她的信众 044 The Female Wondering Aesthetic Sinkmanaka accusing the Buddha 女游方行者辛卡玛纳卡北棒佛陀 伊恩柱,一个外道团体因为佛陀削弱了她们的供养 所以让这位女子来毁坏佛陀的名声 这位女子故意让别人看到她晚上往寺院的方向走 早上从寺院的方向回来 然后几个月后,用木头绑在肚子上装作怀孕的样子 在佛陀对大众说法的时候跑去指责佛陀不负责任 后来第四天让一头耗子咬断了她绑木头的绳子让她露线 据说她被赶出寺院门的时候,就堕入的狱 这女子前世也曾经对菩萨做过类似的事 DHA 3 178 F J 4 187 F 1-69 045 Heretics Parading Town with the Body of the Female Wondering Aesthetic Son Harry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the Buddha 尤方沙门抬着一个女尤方沙门孙陀丽的尸体在村子里游行 散布对佛陀的谣言 伊恩柱,她们先让这位女外道被人看到经常出入寺院 然后把她谋害之后,对众人说这是僧团 对她行了欲邪行之后又杀了她 佛陀让彼库在被辱骂的时候回答 说谎之人堕得欲,说此恶是非我为者亦然 二者命终于来世,将如恶徒痛下场 并预言这谣言最多持续7日,后来果然谣言7日平息 UD 4-8 046 BODY PRINCE INVITING THE BUDDA TO HIS ABODOCRACE A WALKWAY OF WHITE CLASS 菩提王子用白色伯布扑的邀请佛陀前往他的住所 伊恩柱,菩提王子用白伯布扑的邀请佛陀进他的宫殿印宫,三次请佛陀踏上伯布而入 佛陀都静默不动,阿南达尊者于是告诉王子 如来不踏伯布之道,让他撤去伯布,如图的首饰 王子供养后,问佛陀要多久才能证道 佛陀回答只要具备五种精情 有性、不病、不奸诈、有情、有慧 所以,就可能在七年之内实现 零四七 The Conversion of the Ogre Alifaka 度化旷野夜叉阿拉瓦卡 伊恩柱,世尊当时在旷野中这名夜叉的柱处里 这名夜叉刚开始企图直接用暴力驱逐世尊 但是发现用最强大的法宝都无法伤害世尊 于是他问世尊如何才能解脱痛苦 什麽样才是最好的生活 什麽是最好的宝物 如何才能在死亡的时候不忧愁等等问题 世尊为他说法 他归依为幽婆塞 小布萨特尼普特一点一零 零四八 The Buddha being reproved by the teacher but loaded by the pupil 外道师将指摘佛陀 学子却赞叹佛陀 零四九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ndit and Gulamala 度化昂古利玛拉,杀人大道 伊恩柱,这个名字执意是 用手指串成的像环 当时佛陀使用了一种空间能力 让对方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自己 于是昂古利玛拉大喊让佛陀停下 佛陀回答 我已经停下了 现在是你该停下 指对方所行的耶 昂古利玛拉本来也是高等种姓出身 教育良好 但是受外道影响 认为要杀满一千个人 用牺牲者的指头串成像环 这样可以升天 当时他已经杀了九百九十九人 造成当的巨大的恐慌 国王都派军队来抓他 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杀 即将对他自己母亲 可能是土里远方那位 下手的时候 佛陀及时出现度化了他 后来他成功证悟阿拉罕国 050 On the inquiry of the death of one's father The Buddha breaks a pot of butter And an earthen pot and delivers a sermon 当被询问有关义民众之父死后归宿的问题时 佛陀打破一个黄油罐和一个陶土罐 借此来进行说法 051 The citizens preventing King Parkusati from going to the Buddha 民众想阻止普库萨提国王去找佛陀 伊恩著 这图可能反映的是佛因尊者对这事的注释版本 当时普库萨提国王是和兵比萨拉国王痛时代的一个国王 塔卡希拉国 两国国王通过商旅往来而交情日深 虽然从未谋面 普库萨提国王有一次送了极其昂贵的礼物给兵比萨拉王 兵比萨拉王感到实在没有能对等的东西回赠 于是他把佛陀的教法明刻在黄金叠片上送给普库萨提王 普库萨提王读了之后 顿时失去对王位的兴趣 自行落发 步行192游巡去王舍城找佛陀 土里可能是他的民众在试图挽留他 佛陀当时在沙瓦提城 不再王舍城 他用天眼之道这事后 就主动步行去找普库萨提 并为他说法 普库萨提后来被一头蜂牛顶死 此时已经是阿纳寒圣者 M.A.2 979 F.F. 052 ECHO SUPPER AND VAHARI PROVING THE BUDDA 阿库萨巴拉多亚质疑佛陀 伊恩著 这位婆罗门有个兄弟 因为其妻子崇敬佛陀而心生不满 跑去和佛陀辩论 问佛陀 沙什麽可以得安稳和无忧 佛陀回答 沙称恨可以得安稳无忧 他的兄弟因此尽福归伊 出家为僧 这位阿库萨巴拉多亚婆罗门 因而感到非常愤怒 就跑去辱骂佛陀 也被佛陀劝佛归伊 他的二个弟弟因为兄长出家 也愤怒地跑来辱骂佛陀 同样为佛陀所折服 归伊出家 这四兄弟后来都真的阿拉罕过 僧团后来在议论这件奇妙的事情时 佛陀告诉他们 因为佛陀具有忍辱之力 所以在罪恶之群里无有罪恶 能以真谛作为众人的皈依 DHAV 399 053 NRJPTRA & THE QUEEN SAMEFERTY 买花侍女库竹达拉和王后沙玛瓦提 伊恩柱 库竹达拉是负责给当时高沙比国王的王后沙玛瓦提买花的侍女 她总是拿了八个金币却只买四个金币的花 贪污掉一半 后来遇到佛陀说法 当场证物出国 第一件事就是买足八个金币的花 然后坦白自己之前的错误 图中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幕 王后沙玛瓦提为此处动 让她每天去听佛陀说法 回来给自己复述 库竹达拉复述的经文收集为现在的 如是语今 而沙玛瓦提王后就是后来著名的修辞心第一的女弟子 此心之力强盗 国王因误解而射向她的毒箭都被反弹回去 国王也因这件歧视而归依佛陀 054 Step mother go to my request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Pikuni order and being ordained a Pikuni 佛陀的乙母狗达米请求成立彼库尼僧团 并受戒成为一名彼库尼 伊恩柱 左上图示阿南达尊者 代她求佛陀允许女众出家 佛陀考虑到女众出家会影响正法 在这世界驻留的时间而连续拒绝了三次 阿南达尊者提及狗达米对佛陀早年的养育之恩 而再三请求佛陀中答应 但为彼库尼设了八禁法 以尽量削弱此事的负面影响 右下图示狗达米受戒的情形 她并不以一般彼库尼受戒的方式来出家 而只是答应接受八禁法 后来有彼库尼质疑她的受戒方式 佛陀说她能接受八禁法 就是受拒戒 055 Delivering a sermon to the queen king 向科马王后说法 伊恩柱 科马王后是佛陀女弟子中的二位上手之一 称谓 智慧第一 相当于男弟子中设立佛尊者的地位 途中应该是她第一次听佛说法的情形 科马王后之前非常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负 佛陀知道她的心念 所以用神通变出一位比她美得多的女子在身后摇善 科马生感不如的时候 佛陀让她看到这位女子迅速从年轻貌美变到中年 再到老年 摔朽 死亡 图里右边三位女子应该是表示一个时间次第过程 科马王后因此受到极大的触动 佛陀趁机向她说法 她在第一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正的出果 第二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直接正到阿拉罕果 并且随后出家成为比库尼 她这样迅速的正果 是因为素世以来已经累积了极强的波罗蜜 九十一节前她就曾经是当时的维巴西佛的弟子 这一节前三位佛陀在世的时候 她也曾经服务过僧团 她过去世也曾经做过菩萨的妻子 那一世菩萨和她两人修死随念的境界都很高 056 Pathachar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帕达卡利来到佛陀面前 伊恩柱 这位帕达卡利是沙瓦提成一位大富商的女儿 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一位男普斯奔生子 在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遇到一场暴风雨 她丈夫在砍树给她搭棚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 第二天她带孩子们渡河的时候 刚生下来的孩子被老鹰刁走 第一个孩子则被河水冲走 她悲痛的回到娘家沙瓦提成里 又得知她父母一家也在那场暴风雨里被倒塌 她的房子全部压死 短期内连续的巨大打击让她顿时疯掉 扯碎了自己的衣裳到处哭喊 当时佛陀正在沙瓦提成给孤独原理说法 她让众人不要阻拦帕达卡利 让她跑到自己面前来 然后一句话就让她恢复了神智 并且告诉她 多生以来你因为失去亲人而流过的泪水 比似大洋的海水还多 所以亲人子女都不会是人生的依赖 你为何还在放逸? DHP COME 2B268 BL2B255 帕达卡利当场证物出国 后来出家精进 在一次休息前用针拨灭尤灯的瞬间证物阿拉罕 过她是女弟子里 持绿第一 相当于男弟子里 伍巴黎尊者的地位 057K 一执世界被抵复 产生在拉罕的导陪 岐沙 凰妇 稀 冠湏 anc 苟达 удоб infinity 结尾 以じ 他非常重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急杀,狗达米感到无法接受,一直值着的要向人们讨要想复活儿子,最后他去请求佛陀,佛陀说只要他能拿到,没有死过人的家庭所拥有的一点芥菜籽,就可以用他治好儿子,急杀,狗达米, 狗达米跑遍全程也找不到这样的家庭,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佛陀想要他知道的道理,回到佛陀那里,佛陀问他找到芥菜籽了吗?他回答,芥菜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请允我出家受戒,佛陀于是对他说法,让他证悟了出国,急杀,狗达米 后来出家精进,证悟了阿拉罕国 058 Befriending the Farmer 教住跟着 Ean 这里没有提到名字,所以个人从画面推测是佛陀成到第十一年的时候,在王舍城南山脱波时发生的事情,当时跟着波罗多波色在组织大规模的根离作业,世尊前往脱波的时候,他们正在田间用餐, 于是他们对世尊说,我们要这么心情跟离才能得到东西吃,你也应该这样劳动才能得到收获,世尊用记回答说我也在跟离播种,土里的姿势,智慧就是我的恶和离,正念是我的锄头和鞭,这样的耕耘,圣地就是我的收成,不死的甘露惠世尊前往脱波时发生的东西。 跟着波罗多波色因而折服,用同波圣周要供养世尊,但世尊因为这次供养世先宋祭才得到,所以依诸佛惯例不能接受这样的供养,并预言这周已经变得有毒, 他让对方把这周倒在无生物的水里,入水的时候出现这周有毒的迹象,跟着波罗多波色因而感到恐惧,归依世尊而出家,后来震得阿拉罕果。 SNE比4,S7点11分 059 Meeting the Sanitation Worker Sunita 陆域清扫宫苏尼塔 EON住,苏尼塔是王舍成一个石花叶家族的成员,他当时正在从事极其困苦和低贱的街道清扫工作,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的前置, 于是在一个清晨他正在扫德的时候特地前去见他,他看到佛陀的时候敬畏的无的自容,佛陀问他要不要出家成为一名笔库,他狂喜地答应了,佛陀带他回到寺院,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他依此证悟了阿拉罕果, 从此许许多多的人和神都来敬拜他,他此生的低贱是因为过去是曾经对一位屁之佛说过不尽的话。 Mag VSS 620年3月1,Mag AI 540F 060 The Samanara Sopaka being abandoned in the cemetery with a corpse 沙玛内拉苏帕卡和一具尸体一起被丢弃在墓地里。 伊恩著,苏帕卡在巴黎文里是,建名的意思,因为他是一名墓地工作者的儿子,古印度一般从事这类,不仅,行业的都是低等种姓, 他出生四个月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他被叔叔收养,在他七岁大的时候,因为和叔叔的孩子争吵,所以他叔叔把他和一具尸体捆在一起丢在墓地里,想让柴狗把他们一起吃掉。 五夜柴狗群出现,他吓得大哭,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果的钳制,于是设法营救了他,土里似乎是派遣一对笔库去救他, 另外各记载是直接对他放了一道光,让他得到力量自己振脱了绑腹,然后来到佛陀的住所, 那时他振得了出果,他妈妈后来去找他,找不到,就去问佛陀,佛陀先把苏帕卡引申在一边,然后对他妈妈说法,他妈妈因此振得出果, 而苏帕卡痛食症的阿拉罕果,苏帕卡的前仪式是一位精通废陀的婆罗门,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在不久前, 当时佛陀遇见到他很快就要过世,所以前去见他,苏帕卡的前仪向佛陀撒花位做表示尊敬,佛陀对他说法之后从空中离开, 他过世之后就转身为这一身七岁正果的苏帕卡, NAC VSS 480年6月,NAC AI 477F,API 64F,KHPA 76,DHA 4176F 061 Venerable Amendment Receiving Offering of Water from the Maiden of Locast 阿南达尊者向一位低等种姓的女子托波药水 Ian Drew,这图可能反映的是北传经典里记载的《摩登家女》的故事, 南传经典里个人暂时未读到类似记录, 这位女子据说明叫波吉蒂, 阿南达尊者当时不在乎对方种姓卑微, 依然向她托波, 她被阿南的风采迷住, 用了各种方法想要诱惑她, 包括让她的外道母亲使用幻术迷惑阿南达尊者, 佛陀后来告诉她阿南达是未修行者, 她也必须出家修行才能和她般配, 她修行之后觉悟到自己的愚痴, 主动放弃了之前的想法。 062 The Unwholesome Chemic Result, Vipaka of Venerable Cundidena, 坎达多纳尊者不善素叶的果报 伊恩柱, 坎达多纳尊者前世曾经是一位的居天, 当时他看到有两位比库亲密无间, 所以想试探他们的友谊, 于是当其中一位比库暂时离开另一位比库进到一处灵子里去的时候, 她变成一位女子, 衣冠不整地从那个灵子里出来, 让另一位比库误认为她那位朋友借行不尽, 这一不善业的果报让坎达多纳尊者此生出加托波的时候, 总会让别人看到她身后有一名女子像她女友一样在跟着她, 如图所示, 她其实只是一个幻影, 而她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现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非议和烦恼, 屠右边的几个人就在纷纷议论, 后来高沙拉国的国王巴谢纳的听说之后, 亲自前来测试, 证实那女子只是一种夜暴造成的幻影, 于是她发新供养坎达多纳尊者, 让她不必再承受外出托波带来的麻烦, 坎达多纳尊者也因此得以专注精进, 证悟了阿拉罕国, 从那之后, 那个女子的幻影就不再出现了。 A.A.I. 146 FF, NAC.A.I. 62 FF, O.S.O. API. 81 F, NAC. 15 063 The Buddha and the Old Brungman Who Was Searching For His Lost Cattle. 佛陀和一位正在寻找丢失牛纸的老婆罗门。 E.N. 注, 这可能是出自北传, 咸鱼经, 非南传同明经, 的典故, 这位老婆罗门家境贫寒, 终日受恶妻辱骂, 所生的七个女儿嫁出去后又不断回家讨着讨纳增加负担, 印度人嫁女儿要支付沉重的嫁妆, 否则女儿再夫家没地位, 她那日借了头牛耕地, 又不慎丢失, 所以深感自己怎么如此不幸, 找牛的时候看到佛陀平静地坐在树下, 觉得佛陀才是最快乐的人, 佛陀读到她的心念, 就邀请她出家, 并且为她说法, 她当场证悟了阿拉罕国, 这位老婆罗门过去身也受过佛陀的恩典, 当时佛陀是一个国王, 他是一个因为无心之师而连续闯祸的倒霉人, 佛陀的前世则帮她一一排解。 064 其实这一点,对于一个恶名昭彰,甚至需要一名国王带着大批军队来围剿的前杀人魔王而言,是非常艰苦难得的,他因为从前的罪行很难讨到东西吃,但是依然坚持,图里反应的应该就是他经常遇到的一幕,被认得他的人责骂追打。 有一次他在沙瓦提成被打的头破血流,佛陀告诉他,让你承受现在这痛苦的业,本来会让你在地狱里被折磨无数年。 065 The Offering of Alms by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Malika 玛丽卡将军的妻子供养波时 伊恩柱,英文可能有误,图里可能是高沙拉国王巴谢纳德的玛丽卡王后,她原来只是个制作花环的平民女子,因为不失佛陀而当身得到成为王后的机缘,后来成为僧团的著名施主之一。 我个人暂时没有读到有,玛丽卡将军,这样的人物,带查。 066 英文原文空缺 067 Heretics Parade in Town WI 沙门在村子里游行 伊恩柱,这个英文疑似和第零四五重负,也和图中内容不符,从图的内容推测,可能是反映当时一位富家公子出家后,他的父母因为后继无人,怕财产被充公,所以要求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后代作继承人。 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正式制定有关玉邪行的波罗一戒,这位比库就应父母要求和前妻如此行事,而遭到众人非议,佛陀从此制定了相关的戒律。 068 英文原文空缺 069 英文原文空缺 070 The Buddha and the Wandering Aseptic Bawiyo Datukaria EAan柱,巴西亚原来是一名商人,出海经商七次都平安,第八次遇到海南,他趴在一块木头上漂流到苏帕拉卡这个地方,身上衣服全部烂光了,于是他用树皮做了一件外套, 069 如图那样,在当的起时,这种打扮和举止让当的人把他当成了一名修行者,而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他也逐渐因此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阿拉罕了。 069 一位天神因为有一事和他是同范行者,所以建议他去找佛陀以便得到真正的利益,在那位天神的帮助下,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当时佛陀所在的沙瓦提城,见到佛陀的时候他情绪太过激动地请求佛陀为他说法,佛陀为了让他平静下来, 就说,这是托波的时间,不是说法的时间,拒绝了他二次,巴西亚平静下来,回答说人生太过无常,不知道何时就会死,所以坚持让佛陀立刻教他,佛陀知道他的命运,于是当场对他说法,他即刻证悟阿拉罕过, 佛陀认他是从听法到正果速度最快的人之一,在佛陀离开之后,他就被一头怀孕的母牛顶死,他和上免地零五一图的普库萨提国王一样,前世都是嘉业佛教法时期的人, 当时有七个修行者到山上去,决意不正道就死也不下来,其中一位证悟阿拉罕过,一位证悟阿娜罕过转身犯天界,就是上免提到那位天神,其他五位都饿死了。 其中二位就转身为巴西亚和普库萨提国王,他们都是被同一头牛顶死,这是他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一个恶业的果报, 因为巴西亚在过去世中从未不施过伊波给比库,导致他今生的福报不足以支撑到获得伊波而从佛陀受戒出家, 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他已证阿拉罕过,最后却并没有对他说出那句著名的, 善来,比库,不过佛陀依然让其他比库为他造塔供养。 AI-24, UDI-10, UDA-77FF, AAI-156FF, DHA-2-209FF, AP-2-475FF。 07-1, The Buddha teaching a mantra to the old Bromai, who had been banished by his children. 佛陀教了一首祭祀给一位被自己孩子赶出家门的老婆罗门。 伊恩著《南传法剧经典故》中有此事的记载, 这位老婆罗门辛苦养育了四个孩子, 每个孩子他都帮他们成家立业, 后来他老了,所有孩子却都彼此推脱赡养责任, 他最终被逐出家门,佛陀教他一首祭, 让他等孩子们都在众人忠实,当众被送, 这首祭主要是提到辛苦养大自己的孩子, 结果还不如手中手杖, 起码可以引路驱狗, 众人听后纷纷谴责, 孩子们也深感惭愧, 于是就接父亲回家供养, 那位老婆罗门感恩世尊帮他, 将世尊请到家里供养, 世尊对他说法, 让他证悟了出国, 后来他随世尊出家, 证悟阿拉罕国, 藏传,百叶经, 藏版最初一字唐朝汉版, 中也有类似记载, 但是孩子的数目继位七个。 072 The Buddha Nersing The Sick Pickwood 佛陀亲自照护生病的比库 伊恩柱, 当时有位比库得了利己, 躺在自己的食尿里无人照看, 因为他被认为是对僧团没有贡献的, 而且估计味道也太重, 如图远处有位比库就眼鼻, 世尊让阿南达尊者取水来并亲自为这名病比库清洗, 之后他集合僧团说, 你们出家再无父母, 如果不相互看护, 谁会来看护? 对于病者, 应如同看护佛陀一样看护他, 并且为此制定了一条戒律, 比库有病者如果僧团无故不安排看护, 犯, 恶作, 分MV8.26分, A5比123-24, 073 King Bim by Sarah in the Prison Cell, 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 伊恩柱, 英文原文是如此, 但是很可能不对,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描绘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被割足的图, 更吻合经典里的记载, 但像貌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画家不太可能画出二个头发胡子颜色外观都完全不同的宾比萨拉国王, 个人根据图中内容推测可能是法剧经344世纪的记录, 当时摩赫加叶尊者有个弟子已经出家病症的第四禅纳, 但是因为对一个精将亲戚家里的东西起了贪着, 又还俗了, 后来在俗世轮位小偷并被逮捕, 即将被处决之前, 他遵照摩赫加叶尊者的指示, 收摄心念, 专注所愿, 并且进入了禅纳, 执行者被他入定时的姿态所触动, 于是向国王报告, 国王也下令释放了他。 佛陀知道之后说他, 以前既脱离了细腹, 却又回头重新惹上所有的细腹, 后来他又重新回到僧团, 精进修行, 证悟阿拉罕国。 074 The slave woman reproaching the heretic for bathing in the river Ganges at Don, 身为奴隶的女子则被一名沙门鱼黎明时 分在恒河里洗澡。 075 英文原文空缺 076 Monastery Donnervis Atka and her father in law 大讲堂的师主维莎卡和她的公公。 伊恩柱, 这位维莎卡女士号称是, 布施第一的女弟子, 说她是, 大讲堂的师主, 是因为著名的, 陆母讲堂, 就是她新建布施的, 有一次她去寺院里听法, 把一个珍贵的首饰遗失在寺院里, 她把这是为一个做布施的提示, 决定卖掉这个首饰换成如法资具布施给僧团, 但是没人能买得起, 于是她自己掏钱回购, 然后用这笔资金新建了, 陆母讲堂, 布施给僧团, 分4比161, 可能是因为居住条件太好, 有些比库住在这里的时候变得比较放逸, 急急隐隐于一些世俗杂事, 木剑连尊者在佛陀的建议下, 用脚指令整个讲堂发生了一场地震来警醒他们, 途中是她的公公弥迦罗, 那时候她的公公还是外道的信徒, 对佛陀的僧团持排斥态度, 当时她正在用精致容器吃一种蜂蜜米粥, 见到一位比库前来脱拨, 却洋装不见, 于是维莎卡对这位比库说, 我公公正在吃不干净的东西, 她的公公因此恼怒的要赶走她, 后来众人都裁定是她的公公, 弥加罗部队, 弥加罗于是又想挽留维莎卡, 维莎卡提出要请佛陀到家中来供养座位留下的条件, 佛陀前来应公说法的时候, 她的公公躲在莲幕后面听, 当场震的出国须陀喊, 从此她说要尽为莎卡如同母亲一般。 零七七的Buddha and Sumona,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en, 佛陀和长者之女苏玛娜, 伊恩柱, 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娜, 这位应该是前高沙拉国王的女儿, 现任巴谢娜的王的姐妹, 她有一次带着五百位侍女和五百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 求问佛陀, 两位在信念, 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 一个有不失,一个没不失, 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 佛陀回答说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 有不失者在寿命、外貌、荣耀、快乐和权力方面, 都要胜过无不失者, 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证悟阿拉罕国位置, A332F 注释里说, 他之所以会这么问, 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宫里二个婴儿的谈话, 一个是王子, 一个是宫女的儿子, 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 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 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 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精神地位比他差, 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 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 AA2595F 这位苏玛娜的过去生曾经把乳洲藏在茉莉花团中, 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波鱼里, 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共佛活动中手工者的荣耀和功德, 他当时依此发愿生生世事都生带茉莉花香, 并且都叫苏玛娜茉莉花幸福者, 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 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 苏玛娜事后他祖母到过世之后, 就和巴谢那帝王一起来见佛陀, 在那次开示中, 他证的阿拉罕果并且出家, 他从前证的出果须陀罕时, 只有七岁, Fig vs. 16 078 Subhithiri and a Young Suter 苏巴长老尼和一名年轻的追求者 Ean铸, 经典里同样有好多位苏巴, 这位应该是苏巴, 吉瓦康巴瓦尼卡, 他属于王舍成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家族成员, 据说容貌非常娇美, 所以被称为苏巴, 巴利文艺位, 静美, 他看到了感官欲乐的过患, 所以出家为比库尼, 有一次他正要去午休的时候, 一名浪荡公子看到了他, 被他的美貌所折服, 于是不停地追求他, 他反复向对方宣讲爱欲的过患也不听, 最后他问对方最喜欢他哪里, 对方回答说最迷恋他美丽的眼睛, 于是他毫不值着地把眼睛挖下来递给对方, 浪荡公子被震慑住了, 并且请求他的原谅, 后来他去见佛陀, 佛陀让他的眼睛复原, 并且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 他依此精进修行最后阵的阿拉罕国, Fick VSS 366-399-Fick A245-F 079 Venerable Nalakum Mahathira and Venerable Maniyah 可敬的纳拉卡大长老和可敬的寄进行 伊恩著《纳拉卡士》当年佛陀刚出生时 为他看相的那位阿斯陀仙人, 也就是前面图里出现过的卡拉德维拉的外甥, 阿斯陀为佛陀看相之后, 知道自己等不到听佛陀说法, 就让外甥赶紧出家, 等待佛陀,在佛陀正道并且第一次为伍比库说法之后的七天, 纳拉卡就前来请教佛陀, 这里英文标题可能有点问题, 原文直译有, 寂静尊者的意思, 因为当时纳拉卡向佛陀请教的主题是, 寂静行的方法, 这个刑法原文是Moneyah, 寂静, Pattipat, 行道, 写英文标题的人可能把这个Moneyah当作另一位尊者的名字了, 看图中也只有佛陀和一位尊者在对话, 那拉卡受教之后, 就回到他原来修行的地方, 靠在一块金色的岩石上达七个月之久, 以实践上述刑法的最高形式, 最中正的阿拉罕国, 他对这种刑法的追求可以追溯到过去是莲花圣佛的时期, J.I.55, S.N.A.R. 483 F.F. 080, Kandah, Planting the White Mango Tree, 康达, 种下白芒果树, E.N.G. 佛陀在禁止彼库随意展示神通后, 外道都以为佛陀自己肯定也不会再使用神通, 于是一个个都放心吹嘘说自己比佛陀神通大得多, 而实际上这种禁止是只针对佛弟子而言的, 诸佛并不受此制约, 为了平息外道造成的这种局面, 佛陀应兵比萨拉王的邀请, 预言说将在七日之后城门口的一棵芒果树下, 展示神通, 并且还罕见的同意国王宣传此事, 让众人都来参观, 外道听说之后, 赶紧雇人把城门附近的芒果树全部砍光, 七日之后, 佛陀在城里托波, 有一位名叫康达的宫廷园林长供养了一颗芒果给佛陀, 佛陀吃完就让他把果核种在城门口, 那个果核当众迅速长成一株巨大的芒果树, 佛陀就在树下展示了传说中的双神变, 而后前往, 三十三天, 为诸天说法, 在天上度过了他城道之后第七个与安居, 这则记录虽然鉴于小布本身经, 但是一般是为事后事的增补, Jod 483, A show offering to the Brahmin, About to make such sacrificial offerings, 在外道准备对梵天进行牺牲祭祀的时候, 向他们开示这种献祭的邪恶性, 伊恩著, 那个时代的婆罗门教传统普遍迷信杀生祭祀的效力, 而且极其注重以鬼细节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因为佛陀当时被公认具有关之远古历史的能力, 所以有许多婆罗门教徒就来请教古代婆罗门祭祀的方式, 佛陀告诉他们古代真正的那些婆罗门祭祀的时候是不杀身的, 后来有些婆罗门艳现世俗的享受, 才逐渐边转出这些繁杂遗鬼, 吸引统治者为此投资并从中获取名文立养, 当历史上为了祭祀而第一次出现杀身时, 诸天都惊呼祭法的败坏, 作为被祭祀的对象, 有一位犯天神就曾经亲口对一位做杀身祭祀的婆罗门老妇说, 此非犯天时, 掌布第五经, 纠罗谈头经, 里记载,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罗门叫纠罗谈头, 聚集了数千头的牛羊要举行一场巨型的牺牲祭祀, 但是他不知道已经失传的, 三种牺牲之祭以及十六祭法, 于是跑去请教佛陀, 佛陀有一个过去生就是主持这种失传祭典的宫廷顾问婆罗门, 所以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古代的祭祀方式, 根本不是通过杀身, 而是通过参加祭祀的统治者, 婆罗门, 贵族和百姓自身严格的道德规范来达成祭仪的要求, 受教的婆罗门纷纷意识到这样才是真正圆满的大牺牲祭, 进而他们追问佛陀是否有比这更高跟圆满的依法, 佛陀回答不失有戒得者, 乃至皈依, 持戒, 禅修, 正的诸沙门果, 是会比这种祭祀带来更多果报和功德的法。 082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这个场景应该是婆罗门教祭祀中的, 火祭, 火称, 天启祭, 分别祭祀三种目标, 家主火, 供养火, 祖先祭火, 看图里分射三个容器, 三分食材等等, 祭祀以鬼非常复杂, 人员分工也很细致, 主要是通过网火里投放各种祭祀品来实现, 投动植物的事, 供养剂, 投酒的事, 苏魔剂, 并且认为仪式动作要分毫无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稍微偏差就可能降低效力或是导致灾祸, 土里右边那人貌似在查以鬼细节做法, 土里主要是献果蔬和酒, 所以可能是初岁祭, 或是四月祭, 或是某种苏魔祭, 针对当时的这类现象, 佛陀劝释说, 在灵终火祭百年, 不如请客之间供养修行的人, 如是供养, 胜过百年的火祭, 法具经济一百零七, 婆罗门, 即使仅是请客之间顶礼圣者, 也比整年的供奉大大小小的祭祀牺牲, 要来得好。 083英文原文空缺 084英文原文空缺 085 Fenerable Sariputta and His Mother, 摄利福尊者和他的母亲, 伊恩柱, 摄利福尊者虽然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 一生帮助无数人和天神正果, 但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他, 摄利福尊者在进入涅槃前的七天, 预知到这是一个度化自己母亲的机会, 于是向佛陀辞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时候他的物质身体就如其的迅速虚弱下去, 四大天王, 帝氏天王和大梵天王之道之后就依次前来探望李静他, 摄利福尊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婆罗门教徒, 非常崇敬这些天神, 他见到自己日夜敬拜的天神居然对自己的儿子置以如此的敬意, 感到无比的喜悦, 痛时也意识到儿子的老师自然更加伟大, 摄利福尊者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母亲说法, 让他的母亲正得了出果如图的场景, 摄利福尊者进入涅槃之前的物质身体状况和佛陀及其相似, 他进入涅槃的方式也和佛陀几乎相同, 依次从出禅上升到最高级的禅定状态, 然后再依次到退回出禅, 再从出禅一次上升到第四禅, 从第四禅状态进入涅槃, 显示了他对禅定状态完美而精准的控制, 按他自己的话说, 他对各种禅定状态的掌握, 就如同从衣柜里随意挑选衣上穿一样轻松, 佛陀在接过这位上手弟子的设立时, 说,就是这位比库, 在八万四千世界中, 除了我以外, 智慧无与伦比。 086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个人推测这可能是, 小步, 天公是经, 的第四十五经记载的事情, 有四位爱西家国, 宾纳卡加士的女子, 遇见一位比库在托波, 于是她们分别以一束青碎莲花, 一束青莲花, 一束白根带叶的红莲花, 一串象牙色的茉莉花环敬献给这位比库, 她们的果报是往生, 三十三天, 各拥有一座美丽的天公, 四座天公彼此相连, 称, 四女神天公, 摩赫木剑连尊者称她们, 如之绒色照十方, 恰如小天之明星, 土里可能是佛陀在向其他比库解释寿花比库的事, 087 The Buddha on Surround in Varendra Country, 佛陀在比兰若村托波, 伊恩著, 英文原文描述的不精确, 土里托波这位应该是阿南达尊者, 当时世事尊臣到第十二年, 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 到比兰若村过于安居的时候, 天魔干扰了那地方居民的心智, 让他们忘记了对世尊的邀请, SPI 178 L, DHA 253, CF, J3 494, 当得的农作物痛时受到一种病菌的侵袭, 整个的区陷入饥荒, 那时有一位马商带着五百匹马在比兰若村过雨季, 他不失给托波尖南的每位比库少量马卖, 阿南达尊者就把这少量马卖研磨之后供养佛陀, 佛陀毫不介意地吃了, 而且吃了三个月, 他赞叹能如此以信念战胜击苦的比库, 说, 未来之人将会因此轻蔑精米饭。 摩赫木剑连尊者当时建议用神通翻转地面, 以便取食当得的窍以下的一种蜂蜜状的可食之物, 又建议把比库传送到富庶的北古卢州去托波, 佛陀制止了这些使用神通的方式, 佛陀之所以会经历时马卖的夜报, 是因为他在一次过去生中, 身为一名贵族的时候, 对当时的菩萨佛不敬, 那时他看到比库们在吃一些好东西, 就斥责他们, 说他们应该吃马卖, API 301, API 103F, CF, UDA 265, 088的Buddha and the Elephant Pallayaka, 佛陀和相王帕里雷亚卡, 伊恩著, 这里描绘的是佛陀成道之后第九个与安居时的事情, 当时是尊著在高沙比城, 那里的比库因为一个戒律的细节问题发生了真值, 逐渐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教导戒律的比库师长, 一派支持教导经法的比库师长, 情绪高到连佛陀本人的劝说都不听, 佛陀从这事情看到了将来僧团的分裂, 正如近代发生的事实, 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些比库, 来到帕里雷森林, 独自一人在临终度过了这年的雨安居, 在这期间, 旧式图中的这位相王帕里雷亚卡, 这名字的自根有点, 帕里雷森林之灵, 的意思, 在取食供养佛陀, 佛陀当时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 并且说即不得坚固之友情, 彼正身不得贤有, 如王国土被征服, 气味独行如龙像, 即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意思是若得不到真正的友情, 宁可保持独行, 高杀彼成那些真正不休的彼库后来遭到当的居士的抵制, 无法得到供养, 最后回到佛陀面前认错, 089的Solace of the feet of king being by Sarah being cast, 宾比萨拉国王的脚底被割伤, 伊恩柱, 他的儿子为申愿王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 要行刺父亲宾比萨拉国王的时候被发现并逮捕, 但是宾比萨拉国王不但没有惩罚魏申愿王子, 反而把王位让给了他, 魏申愿王子又在提婆达多的怂恿下要对宾比萨拉国王斩草除根以稳固王位, 方式是把他关在牢房里饿死, 因为宾比萨拉国王当时已经震得出果须妥罕, 所以他在牢里来回进行禅修, 狠掌时间都不死, 魏申愿王子于是又派理发师去把他的双足给废掉, 据说要求是割开, 灌入盐巴和醋, 然后用火炭烧制, 如图, 这事那些理发师都做不下去, 而宾比萨拉国王居然能毫无怨恨地让他们动手, 他在过去身里有一次穿着靴子践踏一座舍利塔的庭院, 而非是族是静, 作为一名虚妥喊圣者, 他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果报, 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转身为四天王中多闻天王手下的一名将军, 名叫蛇尼沙, 后来还拜访过佛陀, 提到自己期望能继续震到第二果斯陀汉, DI-135FF, FAN-2-190F, 090-The Elephant Knowledgeary Being Admonished, 驯服狂向奈拉吉里, 伊恩著提婆达多企图谋害佛陀的事情曝光之后, 很多笔库都云集到佛陀的居所周围警戒护卫, 佛陀却遣散了他们, 告诉他们佛陀是不可能因暴力而失去生命的, 那时, 王舍臣有一头著名的杀人狂向叫奈拉吉里, 提婆达多用身迁和加薪收买了训像师, 让他们在佛陀入城托波的时候把这头杀人巨像冠罪后放出来, 当这头凶狠的发狂罪像冲向世尊的时候, 大家都吓得四散金桃, 世尊则泰然自若, 他向这头狂向发出的强烈慈心 让他请客间清醒了过来, 最后驯服的跪倒在世尊面前, 世尊用记对他说, 行事最狂与放逸, 放逸不得入善去, 依循此见而行事, 你将转身于善去, 从此这头专业训像师都难以驯服的具象就变得温顺起来, 当时他甚至还自己走回了像狼, 佛陀在过去身的时候, 就很多次展现了这种和不同种类的动物有效沟通的特殊能力, 这可能源于他多生以来休息的波罗蜜, 经典里记载有很多他和动物之间有效互动的情形, 包括他年轻时驯服列马, 上缅图里森林向王主动供养他的例子, 而他在潜一身身为兜律天神的时候, 就是在慈心缠纳状态中过世的, 这意味着他这一身五蕴的主旋律之一就是对众生强烈的慈悲。 091 Admonishing the Assassins who had been sent by David Adda, 教士提婆达多派来的刺客, 伊恩柱,提婆达多当时派了好几波的刺客去行刺佛陀, 而且从刺杀到灭口安排的极其缜密, 他先派一名刺客直接行刺佛陀本人, 这是为皇家弓箭手, 为申院王子伟派给提婆达多使用的, 然后又派二名刺客埋伏在第一个刺客归路中, 灭口第一个刺客, 同样,又再安排四名刺客同法灭口上二个刺客, 这样环环相扣, 最后一批刺客达到十六名, 当第一个刺客接近佛陀的时候, 恐惧感让他将立柱无法动弹, 早已知晓的佛陀让他不要害怕, 并为他说法, 这名刺客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皈依了佛陀, 佛陀让他取其他路返回, 让他免于被其他刺客灭口, 就这样,佛陀依次把提婆达多派出的所有刺客都度化并且安全遣回, 图里这波应该是第二波的二名刺客。 092的Vidatta Attempting to Kill the Buddha with a Boulder, 提婆达多企图推下巨石谋害佛陀。 伊恩柱,提婆达多派人刺杀佛陀失败之后, 就决定亲自动手, 他看到世尊在灵鳩山的山音处来回经行的时候, 从山上推下了一块巨石, 注释里说提婆达多有五匹大象的利器, 这时有二个石锥从山体上刺出, 把巨石卡住, 但是石屑依然滑落下去, 蹭到了佛陀的脚趾, 佛陀抬头平静地对他说, 迷途者, 你已经造下了极重的不善业。 这种业是忤逆罪之一, 他的业报导致提婆达多即使已经正的禅定和神通, 下一身也依然会转身在地狱中, 通常情形下, 已经正的禅定的人, 如果在临终时维持禅定状态, 是会转身在和该禅定相应的梵天界, 佛陀实际上在提婆达多加入僧团时就已经预知了他此身将会做出的行为, 因为提婆达多好多世以来都在和佛陀作对, 但是佛陀出于怜悯还是接纳他加入了僧团, 尽管提婆达多犯下恶业导致他将在地狱中受苦到这一节结束, 但是他此身的修行成果, 会令他将来成为一名辟之佛, 名叫阿提萨拉。 093 The Thirty Bhadaviqi Brothers and the Buddha 三十位八达瓦吉兄弟和佛陀 伊恩柱, 如果按照绿藏的记载, 三十八达瓦吉兄弟当时应该已经是比库了, 而非土里的世俗人打扮, 他们当时都修习苦行, 在一次与安居前想从远方赶来和在沙瓦提城的佛陀一起住, 但是时间来不及, 只好在离佛陀巴尤寻的路途中过与安居, 与安居之后他们满身湿漉漉的来拜见佛陀, 佛陀因此制定了有关加西纳伊的戒律, 允许在与安居结束后的一个月内, 安排其中的一天来制作僧袍, 所有的制作程序, 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量干, 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洗, 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天所制作的僧袍就称为加西纳伊, 土里的场面和英文注释似乎有点不太相符, 带茶。 094 King Ajay Tosa to coming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为申愿国王来见佛陀。 伊恩注, 在《掌布第二经》,《沙门果经》中记载, 为申愿国王, 在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 他已经继位成为摩羯陀国的国王, 在宫廷医师奇婆的推荐下, 前往拜访当时镇注在奇婆医师的芒果园中的佛陀, 为申愿国王因为参与过谋害佛陀的事情, 所以一直不敢去见佛陀, 这次拜访他出动了五百头圣奇象, 大量人员持续照明, 即便是这样, 当他接近佛陀住处时, 依然感到巨大的恐惧, 当时佛陀身边有一千两百五十个笔库, 为申愿王认为这么多人同在一个住处, 不可能会如此安静, 他甚至因此怀疑这是一次谋害他的阴谋, 如图描绘的场景, 当他亲眼见到佛陀和一同静坐的笔库时, 感慨地说期望他的儿子也能获得这样的安详寂静, 他因为谋害了父王, 所以害怕他钟爱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自己, 于是有点期望他儿子出家, DAI 153, 很遗憾, 他在位32年之后, 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 那次会念佛陀向他详细解释了出家修行能在当身所得到的果报, 这个问题他问了当时许多外道的导师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 佛陀后来提到, 如果不是已经犯下杀父的业, 那次会念他就能证得出果虚陀汉, 尽管如此, 他依然从此成了佛陀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 据说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 他就没法睡好觉, 和佛陀见面之后, 他终于能睡得安稳了, DAI 238, 095, The Courtesan and the Likavi Princess, 安巴帕利, 为沙里城的城花, 和利查维族的王子们, 伊恩柱, 城花, 这个是古印度的一种特色职业, 象征一座城市的女神, 工作室为贵族提供封城性质的服务, 据说维沙里整个城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繁荣, 安巴帕利因而时期被发现于一棵芒果树下, 所以他的名字有, 芒果, 的意思, 长大之后他的资荣及其端力, 为了避免因争夺他而起冲突, 贵族们于是达成协议让他当了, 城花, 他的魅力带到佛陀在他来访之前, 还要特地警告比库们要注意保持正面, 不要被他迷住, DA2545, 他在佛陀即将进入涅槃前, 经过维沙里城的时候, 专程驱车前去拜访佛陀, 在听讲之后, 邀请佛陀次日到他的家里应公, 佛陀默许了, 在他离开时, 利查维族的王子们正好前来拜见佛陀, 他当时因为能够获权供养佛陀而自豪到没有给他们让路, 两车交错的时候, 王子们想要以重金换取供养佛陀的权利, 安巴帕利说即使把维沙里整个城给他, 他也不换, 如图中的拒绝手势。 邻国的宾比萨拉国王和他发生过一段感情, 生了一个儿子叫维玛拉·坎达纳, 后来他出家成为一名出色的比库, 安巴帕利晚年听了他儿子的说法, 也出家修行, 正的阿拉罕国, CK206年7月, 他此生之所以沦为封城职业, 是因为过去生他曾座为沙米尼和比库尼们一起敬拜舍利塔的时候, 一位阿拉罕长老尼不慎留下一滴口水在地上, 当时他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口水, 但是冒出一句不尽的话, 哪个有女在这土的口水? CK206年7月 PS 现在在Youtube上还能看到一部1966年的印度电影, Aumrapali, 描述的就是他和宾比萨拉王的那段感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领略一下印度人自己展现的佛陀时代古印度的场景, 要用代理软件才能看,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 双斜线v.ucu.com 斜线v 底线 收斜线 id 底线 xmce eodm 4 mdi w.html 左开示圆阔号 公元2012年8月8日测试有效, 非中文 096的Buddha Anna Kulapita 佛陀和诺姑罗夫 伊恩著诺姑罗夫和诺姑罗姆被佛陀称谓是在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对夫妻典范, 在诺姑罗夫第一次遇见佛陀的时候, 就顶礼他的双族, 称他为亲爱的儿子, 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探望他们, 因为诺姑罗夫记得一些前世的事情, 佛陀在过去生有五百世都是他的儿子, 佛陀当时为他们夫妻俩说法, 让他们都证得了出果虚陀汉, 诺姑罗夫妻有一次请教佛陀, 他们来生如何还能再相遇并且再做夫妻, 佛陀回答说彼此忠诚,慈爱,有正性,持戒,不失,培养智慧,来生就还能在一起,如法助于此世间,同持戒与五波萨,事后喜身于天界,同受丰盛之悦乐,AM4.54分。 英文原文是说图里那位是诺姑罗夫, 但是个人从依着类型和鼎里的的点推测这位应该是巴谢纳的国王, 那次是他和佛陀最后一次会面,巴谢纳帝王当时和佛陀一样都八十岁了, 他说他和佛陀同龄,同是沙地利,同是高沙拉人,佛陀故乡加皮罗未尘实际上是从属于高沙拉国的一个属国, 但是作为国王,他对人心的把握却远不如佛陀, 比如他在会议上讲话时,经常被手下打断,而佛陀说法时,听众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 他因此对佛陀置以最高的敬意,M89。 1097 By-FFIO and his army,劝祖为阵达巴、皮刘离和他的军队。 Ian Ju,皮刘离是释迦族一个工女和高沙拉国王巴谢纳的的儿子, 因为当时巴谢纳帝王想要娶一名释迦族的公主 于是释迦族用宫女伪装成公主嫁给了他 所以当皮琉璃王子16岁拜访娘家释迦族的时候 由于血桶低贱 他坐过的座位被用牛奶来洗 这种巨大的歧视行为让他发誓一定要复仇 巴谢纳帝王发现这事之后 一时废掉了皮琉璃母女的地位 后来在佛陀的建议下又恢复了 皮琉璃二十岁时 趁巴谢纳帝王当时出游 窜夺了王权 巴谢纳帝王死在逃往摩羯陀国求援的路上 而皮琉璃很快发兵攻打世家族复仇 佛陀精确欲知了此事 于是来到两国交界处 在大军面前孤身一人 顶着烈日暴晒坐在世家族境内的一颗 无法遮阴的枯树下 如图中情形 当皮琉璃王问他为什么不坐在高沙拉国境内的茂盛大树下时 佛陀回答 清族之音圣他族 皮琉璃王会议并退兵 皮琉璃王此后又出兵二次 都遇到佛陀坐在同一颗枯树下 于是又都退兵 佛陀因为这事而承受的暴晒 让他留下了延续一身的头痛 UDA265 API300 皮琉璃王第四次出兵的时候 佛陀知道世家族的夜暴 在过去世中曾经做过集体像河里投毒的事情 无法避免 就不再试图挽救 两军交战时 世家族人虽然全副武装 但是无人愿意杀身 于是落败 全族人几乎都被屠杀 但是因为坚定持戒 全部往生天戒 佛陀预言皮琉璃王七日之后就要死亡 七日之后皮琉璃王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干枯的河床上过夜 河水突发 全军赋煤 从此高沙拉国的国土并入摩羯陀国 佛陀在有一次和外道讨论 深夜更重还是异夜更重时 有提到一个例子说 的心自在者摧毁一座城市只在一闪念之间 M56 所以即使佛陀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皮琉璃王仇恨再大 带着整个军队也是不敢硬闯的 当时的传统也是如果军队行军途中遇到沙门 一般是要退兵 098 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这图里应该是佛陀进入涅槃前 卧于沙罗双树下的场景 当时佛陀身上批的是居士福贵供养的 柔卷金色衣 福贵原先是外道阿罗罗 加罗摩的信徒 他见到佛陀和僧团在静坐 身为那种印镜所触动 佛陀为他描述了禅定的境界之后 他就归依为佛陀的在家信徒 佛陀即将入涅槃前的肤色及其光辉明亮 据说让这件金色衣披在身上时都显得失色 当佛陀以狮子卧的姿势右侧卧于沙罗双树下时 沙罗双树在非开花时其开花并散落 空中的天神也痛时散花奏乐供养 佛陀却说这些都不是适宜的供养方式 他强调持戒正直 依法禅修 才是对他最高的尊敬和供养 当得的莫罗族人文训之后 纷纷赶来拜见 如图又端人群 因为人数太多 阿南达尊者安排他们以家庭为单位 一团一团的集体礼敬 零九九的Buddha's Last Conversion Night of the Wonder in the Six of God 佛陀最后度化的人 尤方沙门苏巴达 伊恩著 这一幕发生在上途接受大批莫罗族集体礼禁时 佛陀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 苏巴达当时还是外道行者 他听说佛陀即将入涅槃 连续求见三次都被阿南达尊者拒绝 怕佛陀再受外道烦扰 佛陀独知苏巴达的心念 让阿南达尊者不要再阻拦他 如图所示的情形 苏巴达请教佛陀 世间有那么多的教派和导师 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理呢 佛陀回答说 在任何刑法和戒律中 有八正道者 才有真正的沙门果 依八正道而行 这世间将不空缺阿拉罕 苏巴达听佛说法之后立刻请求皈依出家 那时外道要加入僧团都要先考察四个月 佛陀破例当场接受苏巴达成为比库 苏巴达出家后不久就证的阿拉罕果 佛陀进入涅槃前最后一句留言 是非阿帕摩 坏灭之法 Sankara 造作巨盒 阿帕摩迪娜 不放逸 Sankara 去完成吧 所有的造作巨盒 都具有即将坏灭的特质 极由不放逸的努力 去完成 解脱 吧 第十六 一百的Bromandana Distributing Relics 婆罗门多纳分配佛陀的设立 伊恩柱 当时为了佛陀设立的供养权 各方势力差点又起冲突 多纳婆罗门劝说众人依佛陀的教导而忍辱无真 于是众人推选他用逃平平分佛陀设立为八分 一 摩羯陀国的卫生愿王 二 为沙里城的利查伟族 三 加皮罗未成的释迦族 四 遮罗坡的巴黎族 五 罗摩加的居立族 六 皮流蹄的婆罗门 七 波婆的莫罗族 八 佛陀涅槃所在的库西纳加罗的莫罗族 各方领回剑设立塔供养 此外 多纳婆罗门自己留下分设利用的陶瓶 剑 平塔 供养 毕波里瓦那的莫利耶族也派遣使者赶来 迟到了一步 只得到剩余的灰烬 于是剑 灰塔 供养 在凡俗世界之外 龙王和诸天也得到了一些佛牙设立 其中一颗佛牙设立据说供养在 三十三天 第十六 101 Assembly of the First Council 第一次经典节集 伊恩柱 世尊进入涅槃七天时 消息传到当时正在半路的摩赫加叶尊者和随行的五百笔库 其中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笔库须拔陀罗 反而庆幸的说 这下终于没人制约我们 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 于是摩赫加叶尊者申赶尽快解极经法和戒律 以免肆意歪曲者得势的必要性 当时僧团决定在王舍成过与安居时进行第一次解极 由魏申愿王负责供养 参加者是由摩赫加叶尊者精选的四百九十九位阿拉罕和阿南达尊者 除了参加者外 其他笔库不得进入王舍成过与安居 阿南达尊者在举行结极前的一夜彻夜禅修 终于赶在结极前振的阿拉罕过 所以正是结极时是整五百位阿拉罕 这次结极因此又称谓五百结极 会兼由摩赫加叶尊者担任询问者 五八离尊者送达出绿藏 阿南达尊者送达出金藏 一百零二 Dispatch in Sanathara and Atarathara on their missionary work 派遣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前往红法 伊恩著途中的场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极之后 中间那位贵族应该就是阿守喀王 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此去的目的地是金帝国 据说这就是下缅甸的海岸一带 或是印度大陆东南角某地 当时那里有一名女性的海神 每当国王有子嗣出生 就把孩子吞噬掉 两位长老抵达的时候 恰好有一个王子出生 因此他们一开始还被视为是十人海神的同伙 后来两位长老用神通驱退了那个十人海神 并且通过念诵 范网金在那个国家周边树立了一道防护结界 当时有六万民众归一佛教 贵族出生的三千五百位年轻男子和一千五百位年轻女子出家 从那时候起 王室出生的所有王子都取名为 索努塔拉 就是两位长老的名字连起来 MHV 126、44F、DPV 82、SPI 64 103 Dispatching of Pickers on Missionary Works to the Nine Regions 派遣笔库前往九大地区传法 伊恩著同样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集之后 记载中的九大地区就包括上图中的 金帝国、金夏缅甸或印度东南角和 伦家岛、金斯里兰卡 104 Presenting the Sacred Bowtree to Sun and Mehta 将菩提树种交给森加米塔 伊恩著 在马辛德长老前往斯里兰卡红法之后 当德的女众也很想加入森团 包括当时斯里兰卡国王的王后阿努拉 于是森加米塔长老尼也被派往斯里兰卡去 开启当德的比库尼传承 森加米塔是阿守喀王的女儿 阿守喀王一开始还不太情愿自己的女儿 越洋远舍他国去红法 后来在森加米塔本人的坚持下 终于同意了 森加米塔当时还带去了菩提树的幼苗 如图所示 据说就是直接分裂于菩提加耶纳诸佛陀 坐于旗下得以正道的菩提树 幼苗被种植在阿努卢塔普拉城的大寺中 从前是斯里兰卡国王的宫廷园林 后来供养给僧团座位到场 是上座布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根据的 据说至今还生长在那里 105 卡西长老为帕库萨提王子赐福 106 King Ahsoka erecting the stone monument 阿守家国王树立石碑 伊恩著 阿守喀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任统治者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印度大陆的帝王 他登基十位佛陀进入涅槃后 第218年 阿守家王起初是打算继续扩张版图 但是受到攻打卡林家国时所造成的大屠杀场面的刺激 放弃了这种流血冲突的方式 在皈依佛教之后 他转而推行一种非暴力的政策 当时由于君王信仰佛教 于是大量外道为了各种好处也混入了佛教 导致教义和戒律一片混乱 为了进化僧团 阿守家王恳请马兴得尊者的老师帝沙 长老出来主持局面 据说当时阿守家王跪在河里 伸出右手迎接帝沙长老的船 而碰触帝王的右臂 在那时是即刻处死的重罪 阿守家王呵止了皇家侍卫 于是帝沙长老持起他的右手 作为接受他成为自己弟子的标志 阿守家王请求帝沙长老展示一个神通 以证明自己 帝沙长老当场在他面前引发了一场地震 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结集就是在阿守家王的护持下 由帝沙长老主持完成 在那次结集中 三藏经典正式定型为今天的形式 阿守家王归依佛教后 陆续在各地撰刻了记录自己真战历程和佛法教义的碑文 成为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 使得从那个时代开始 有可能对印度诸王朝的存在时间进行大致的估算 正是在阿守喀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将佛陀的教法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 让整个亚洲的历史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PS2001年有一部印度电影 阿玉王 阿搜喀 及阿守家王 讲述的就是阿守家王早年的一段感情故事 直至入侵卡林家国 影片中的几段插曲相当不错 片中的女主角据说是阿守喀王的第一个妻子 而著名的马辛德长老和森加米塔长老尼的母亲戴威 她是世家族的后裔 就是上树皮琉璃王宫打世家族时逃难者的后代 则是第二个 影片里戴威也有出场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冒号双斜线 www.yengdubuk.com 斜线 MTV斜线 28.htm 左开示圆阔号 公元2012年8月12日测试有效 中文字幕 107 Assembly of the Fourth Council 第四次经典截集 Een Chu 发生于公元前29年 由当时的一位阿拉罕摩赫拉奎塔主持 的点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叫阿路卡勒纳的山洞中 这次截集的特色是将三藏点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之前都是以传承者记忆和口颂的形式流传 这也是为什么三藏原文里有许多高度重负的段落 目的是为了便于记送 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和饥荒严重 而能记送全部三藏点集的笔库越来越少 未避免经典失传 所以截集之后 将经典刻录在背叶上流传后事 108 Assembly of the Fifth Council 第五次经典结集 伊恩著 这次结集发生于公元1871年 由三位阿拉罕大长老 贾加拉比文萨 纳瑞达比达雅 苏曼加拉萨弥住持 2400位比库参与 的点是在缅甸的曼德勒 整个截集为其五个月 特色是 截集内容被镌刻在729块厚12.7厘米 长167.64厘米 宽106.68厘米的大理石板上 如图 并建位一座佛塔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 001 The Hermit Sumit How Makes His Aspiration 苏弥陀影视 伊恩著 集善会影视 果德玛佛陀四阿森之十万大劫前的前世 以身作路供养燃灯佛 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 但是为了表达对燃灯佛的尊敬 不使用神通修路 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 当时他一看到苏弥陀影视就非常喜欢他 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燃灯佛的莲花分了一大半给苏弥陀影视 然灯佛对苏弥陀影视预言说 这位女子将深深世事事都跟着你 无论他哪身作为你的妻子 都会贤惠而美丽 然灯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弥陀影视身上踏过 而是在为他受祭之后 恭敬地又绕而过 按照上座部佛教的标准 只有像苏弥陀影视那样 正是得到一位佛陀的受祭 才能被称为菩萨 002 Queen Mahamaya's Dream 皇后摩赫摩耶的梦 伊恩住夜梦白相菩萨入胎 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va 菩萨出身 004 Call a Day Below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a 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位刚出身的菩萨看向 伊恩住也就是阿斯陀仙人 他已经正得了非常非常触定 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正道之前 正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 一般会转身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 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 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 他因此而垂泪 005 The Bodhisattva Ente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 菩萨又黏在岩浮树下自行进入出禅 006 The Bodhisattva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aphadatta 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社中的白鹅 007 The Bodhisattva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 菩萨展示天生建议 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 菩萨驯服列马 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va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usufara 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稣陀罗公主成婚 0010 The Four Omens 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Pickle 菩萨出游遇到的四大士乡 病人 死者 老人和修行者 彼庫 011 The Bodhisattva'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菩萨出家而为无家前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 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ead Hair 菩萨出皇宫后 自行断发 表示出家 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aisara 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 伊恩柱 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 当时菩萨起时经过旺宫 宾比萨拉国王 他比菩萨小五岁 见道菩萨像帽举止庄严 身为触动 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休息处 想封刺他一个宫廷高官 菩萨拒绝了这个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 014 Learning the Seven Attainments From the Hermit of the Koloma Lineage 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七种定 无所有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阿罗罗 加罗摩 015 Learning the Eight Attainment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八种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玉陀佳 罗摩子 016 Practicing the Caricaria Austeraseticism 修习苦行 饥饿行法 017 A Magnificent Dream 菩萨承到之前五大玉 绿世梦之 附身曼藤 猪鸟化白 重躯 象征重身 环绕 摄奋山不染 019 Offering of Milk Rice by Sujita The Wealthy Man's Daughter 陈道前接受大副长者之女 苏亚塔的汝州供养 020 Vanquishing Victory Over Prince Mara 战胜天魔王的诸魔君 伊恩柱 佛陀在记中提到过十大魔君的名字 第一君 爱玉 第二君 不乐 第三君 饥渴 第四君 可爱 第五君 昏尘 第六君 恐惧 第七君 怀疑 第八君 恶毒顽固 第九君 明文立养 第十君 自赞扁塌 那时佛陀还未成道 没有什么超凡能力 他以凡人之躯 面对这些魔君时的态度是 我挥不退之战旗 我说习命未可耻 宁可战死于沙场 不愿失败而苟活 据说当时佛陀吃过汝州之后 就仰手将剥鱼气在河中 意味着若不成道 这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餐 SN3比2 经典里也记载有很多后来的阿拉罕在正果之前 都有这种 不成道宁可死的心态和做法 雷迪长老的著述里有提到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四神族之一 欲神族的体现 可能对男性形成诱惑的女性形态 用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打动佛陀 天魔所在的他画自在天 是玉界天最高等的一层 经典里有提到 和玉界天的天女相比 凡俗世界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都会显得像迷猴一样难看 后来有位老婆罗门叫马甘迪 想把他美丽的女儿嫁给佛陀时 佛陀就提到这件事 说即使是当时那样的天女我都不再动心 何况你的女儿 参见后徒 023 Offering of Rice Cakes by Two Merchants 两位商人供养米糕 伊恩柱 他们是此世间最早的皈依者 当时世尊手里还没有容器受食 而历代诸佛都不以手直接接东西吃 所以土里佛陀有点不收的意思 随后四大天王各带了一个波线给世尊 相传世尊将四波化合胃毅然后受食 024 Encounter with Yuppakataka 遇到Yuppakataka 伊恩柱 世尊臣到后 前网路也愿度化五比库图中遇到的一个沙门 那时世尊还未开始红法 这位沙门问世尊学的是谁的教法 世尊回答 我于世间无有师 也无与我同等者 这位沙门回答 朋友 但愿如此 似乎不太愿意相信 025 Delivering the Dhammaka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向路也愿无比库出次传法 026 大父长者之子耶舍和他的一家遇见佛陀 027 Dispatching of the Sangha on missionary works 派遣僧团前往各地红法 028 Venerable Europhile Kassipa Admonishing the Serpent King in the Tindershed 佛陀在幽楼平罗嘉夜的草堂中降伏蛇王 Ean Chu 英文原文可能有误 原文直译是 幽楼平罗嘉夜尊者在草堂中劝说蛇王 029 The Ordination of Europhilek 度化幽楼平罗嘉夜 030 The Brothers Nady Kassipa and Gai Kassipa Find plates of hair floating down from upstream 纳迪嘉夜和嘉亚嘉夜看到从上游留下的虚发 Ean Chu 上述幽楼平罗嘉夜是他们的兄长 这三位嘉夜是当时一个外道修行团的首领 老大幽楼平罗嘉夜归一世尊之后 剔除虚发 让虚发随西流而下 他的二个嘉夜弟弟看到虚发之后 赶紧去探望哥哥 然后也都随哥哥归一了世尊 03 The Encounter with King Bing by Zara 会见冰比萨拉国王 032 Meeting of S.A.G. Zara and the Future Sorry Buddha Zara 还未出家的舍利福长老遇到阿沙基长老 Ean Chu 舍利福尊者就是这时候听到那首有名的祭 诸法因缘身 证悟出果须陀汉 033 King Sathona The Buddha's Father Inviting the Buddha to the Palace After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etting out on the arms round 禁犯王 佛陀的父亲 邀请佛陀回皇宫接受供养 当时他表示不同意佛陀进行托波 034 Queen Nusa Tara Paying obeisance to the Buddha 耶稣陀罗王后鼎立佛陀 035 Queen Nusa Tara Paying out the Buddha to her son and Telling him to ask the Buddha for inheritance 耶稣陀罗为佛陀的儿子指出父亲 并让他去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6 Prince Rahul asking for his inheritance 罗侯罗王子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7 Ordination of the Six Princess Annapoli The Barber T度士家族的六位王子和礼发师武巴黎 伊恩住即送出绿葬的那位长老 038 038 The Wealthy Annathaping Doca Purchasing Land for a Monastery 大富豪给独孤长者已经必覆盖地面的方式 购下圆灵献给世尊座位寺院 伊恩住即支驼灵给孤独园 当时是向支驼太子购买这个圆灵 支驼太子说除非用金币覆盖整个圆灵 否则不卖 给孤独长者就真的拖了大批金币来覆盖地面 当金币覆盖到还差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 支驼太子说不用再拖金币来了 剩下这块的就算是他供养的 如图情形 Ease to the Townspeople of Coppoli and Collier 像卡帕里和科里亚的村民宣讲有关和平的法 伊恩住中间那条河叫罗西尼 同时灌溉河岸两边的田地 这二族村民为了河水几乎要起流血冲突的时候 佛陀制止了他们 佛陀后来轮流在两个村子住留 各有不少民众皈依 零四零 Wealthy man and his people come to challenge doctors 一个妇人带着他的人马来质疑教义 零四一 Favorable Pindala obtaining the sandalwood arms Bow of the Wealthy Man of Rajagaha 冰杜拉尊者用神通取得王舍成一个富豪的城乡木钵鱼 伊恩住 那个妇人设置了一个活动 把一个城乡木钵鱼放在一个高杆之上 挑战任何当时的修行者 看谁有能力把他拿下来 冰杜拉尊者在木剑联尊者的推让下 用神通扶空上去把他取了下来 佛陀则被他滥用神通 那个城乡木钵鱼后来被交给僧团研磨成城乡木粉糕 分二 110F DHA3201FF J4263 零四二 Browman Magandhi and wife offering their daughter to the Buddha 婆罗门马甘迪夫妇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佛陀 零四三 零四三 Queen Magandhi ordering the drunkards to her fight operations at the Buddha 马甘迪王后命令一群罪汉去辱马佛陀 伊恩柱 这位马甘迪小姐据说非常漂亮 无数贵族妇人追求都不放在眼里 她的父母本来想把她许配给佛陀 佛陀为他们说法之后 她的父母证悟阿纳汗果 并且随佛陀出家不久后证悟阿拉汗果 但是佛陀的拒绝让这位马甘迪小姐深感耻辱 后来她成了高沙比国王的第三个王后 一直找机会报复佛陀和她的信众 零四四 The Female Wondering Aesthetic Syncomenica Accusing the Buddha 女游方行者辛卡玛纳卡北棒佛陀 伊恩柱 一个外道团体因为佛陀削弱了他们的供养 所以让这位女子来毁坏佛陀的名声 这位女子故意让别人看到她晚上往寺院的方向走 早上从寺院的方向回来 然后几个月后 用木头绑在肚子上装作怀孕的样子 在佛陀对大众说法的时候跑去指责佛陀不负责任 后来第四天让一头耗子咬断了她绑木头的绳子让她露线 据说她被赶出寺院门的时候就堕入的狱 这女子前世也曾经对菩萨做过类似的事 DHA3178F J4187F 1-69 045 Heroxperating town with the body of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 son Harry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the Buddha 游方沙门抬着一个女游方沙门孙陀丽的尸体在村子里游行 散布对佛陀的谣言 伊恩柱 他们先让这位女外道被人看到经常出入寺院 然后把她谋害之后 对众人说这是僧团对她行了欲邪行之后又杀了她 佛陀让比库在被辱骂的时候回答 说谎之人堕得欲 说此恶是非我为者亦然 二者命终于来世 将如恶徒痛下场 并预言这谣言最多持续七日 后来果然谣言七日平息 U第四比八 零四六 Body Prince inviting the Buddha to his abode across a walkway of white class 菩提王子用白色伯布扑的 邀请佛陀前往他的住所 伊恩柱 菩提王子用白伯布扑的 邀请佛陀进他的宫殿应宫 三次请佛陀踏上伯布而入 佛陀都静默不动 阿南达尊者于是告诉王子 如来不踏伯布之道 让他撤去伯布 如图的首饰 王子供养后 问佛陀要多久才能证道 佛陀回答 只要具备五种精情 有性 不病 不奸诈 有情 有慧 就可能在七年之内实现 零四七 The Conversion of the Ogre Alifaka 度化矿野夜叉 阿拉瓦卡 伊恩柱 世尊当时在旷野中这明夜叉的住处里 这明夜叉刚开始企图直接用暴力驱逐世尊 但是发现用最强大的法宝都无法伤害世尊 于是他问世尊如何才能解脱痛苦 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生活 什么是最好的宝物 如何才能在死亡的时候不忧愁等等问题 世尊为他说法 他归依为优婆赛 小布萨特尼普特1.10 零四八 The Buddha being reproved by the teacher but loaded by the pupil 外道师将指摘佛陀 学子却赞叹佛陀 零四九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ndit and gullamala 度化昂古利玛拉 杀人大道 伊恩柱 这个名字执意是 用手指串成的像环 当时佛陀使用了一种空间能力 让对方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自己 于是昂古利玛拉大喊让佛陀停下 佛陀回答 我已经停下了 现在是你该停下 指对方所行的 耶 昂古利玛拉本来也是高等种姓出身 教育良好 但是受外道影响 认为要杀满一千个人 用牺牲者的指头串成像环 这样可以升天 当时他已经杀了999人 造成当的巨大的恐慌 国王都派军队来抓他 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杀 即将对他自己母亲 可能是土里远方那位 下手的时候 佛陀及时出现度化了他 后来他成功证悟阿拉罕国 050 On the inquiry of the death of one's father The Buddha breaks a pot of butter And an earthen pot and delivers a sermon 当被询问有关一民众之父死后 归宿的问题时 佛陀打破一个黄油罐和一个桃土罐 借此来进行说法 051 The citizens preventing King Puckusati from going to the Buddha 民众想阻止普库萨提国王去找佛陀 伊恩注 这图可能反映的是佛因尊者对这事的注释版本 当时普库萨提国王是和兵比萨拉国王痛时代的一个国王 塔卡西拉国 两国国王通过商旅往来而交情日生 虽然从未谋面 普库萨提国王有一次送了极其昂贵的礼物给宾比萨拉王 宾比萨拉王感到实在没有能对等的东西回赠 于是他把佛陀的教法明刻在黄金叠片上送给普库萨提王 普库萨提王读了之后 顿时失去对王位的兴趣自行落发 步行192游巡去王舍城找佛陀 土里可能是他的民众在试图挽留他 佛陀当时在沙瓦提城 不在王舍城 他用天眼之道这事后 就主动步行去找普库萨提 并为他说法 普库萨提后来被一头风牛顶死 此时已经是阿纳寒圣者 M.A.R. 979 F.F. 052 ECHO SUPPER AND VAHARI PROVING THE BUDDA 阿库萨巴拉多亚质疑佛陀 伊恩著 这位婆罗门有个兄弟因为其妻子崇敬佛陀而心生不满 跑去和佛陀辩论 问佛陀 莎什麽可以得安稳和无忧 佛陀回答 莎称恨可以得安稳无忧 他的兄弟因此尽福归伊 出家为森 这位阿库萨巴拉多亚婆罗门因而感到非常愤怒 就跑去辱骂佛陀 也被佛陀劝福归伊 他的二个弟弟因为兄长出家也愤怒地跑来辱骂佛陀 同样为佛陀所折服归伊出家 这四兄弟后来都证得阿拉罕过 僧团后来再议论这件奇妙的事情时 佛陀告诉他们 因为佛陀具有忍辱之力 所以在罪恶之群里无有罪恶 能以真谛作为众人的归伊 DHAV 399 053RJ Petra and the Queen Samafati 买花侍女库竹达拉和王后沙玛瓦提 伊恩柱 库竹达拉是负责给当时高沙比国王的王后沙玛瓦提买花的侍女 她总是拿了八个金币却只买四个金币的花 贪污掉一半 后来遇到佛陀说法 当场证悟出果 第一件事就是买足八个金币的花 然后坦白自己之前的错误 图中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幕 王后沙玛瓦提为此处动 让她每天去听佛陀说法 回来给自己复述 库竹达拉复述的经文收集 为现在的如是语经 而沙玛瓦提王后就是后来著名的修慈心第一的女弟子 此心之力强盗国王因误解而射向她的独剑都被反弹回去 国王也因这件骑士而皈依佛陀 054 Stepmother go to my request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Picuni Order and Being Ordained a Picuni 佛陀的姨母狗达弥请求成立比库尼僧团 并受戒成为一名比库尼 伊恩柱 左上图是阿南达尊者 带她求佛陀允许女众出家 佛陀考虑到女众出家会影响证法 在这世界逐流的时间而连续拒绝了三次 阿南达尊者提及狗达弥 对佛陀早年的养育之恩 而再三请求 佛陀中答应 但未比库尼舍了 八禁法 以尽量削弱此事的负面影响 右下图是狗达弥兽戒的情形 她并不以一般比库尼兽巨戒的方式来出家 而只是答应接受 八禁法 后来有比库尼质疑她的兽戒方式 佛陀说她能接受 八禁法 就是兽巨戒 055 Delivering a Sermon to the Queen Kimma 前非常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负 佛陀知道她的心念 所以用神通变出一位比她美得多的女子在身后摇善 柯玛身感不如的时候 佛陀让她看到这位女子迅速从年轻貌美变到中年 再到老年 摔朽 死亡 土里右边三位女子应该是表示一个时间次第过程 柯玛王后因此受到极大的触动 佛陀趁机向她说法 她在第一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正的出国 第二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直接正到阿拉罕国 并且随后出家成为比库尼 她这样迅速的正果 是因为素世以来已经累积了极强的波罗密 九十一节前她就曾经是当时的维巴西佛的弟子 这一节前三位佛陀在世的时候 她也曾经服务过僧团 她过去世也曾经做过菩萨的妻子 那一世菩萨和她两人修死随面的境界都很高 零五六 Pathachar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帕达卡利来到佛陀面前 伊恩柱这位帕达卡利是沙瓦提成一位大富商的女儿 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一位男普斯奔生子 在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遇到一场暴风雨 她丈夫在砍树给她搭棚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 第二天她带孩子们渡河的时候 刚生下来的孩子被老鹰叼走 第一个孩子则被河水冲走 她悲痛的回到娘家沙瓦提成里 又得知她父母一家也在那场暴风雨里被倒塌的房子全部压死 短期内连续的巨大打击让她顿时疯掉 扯碎了自己的衣裳到处哭喊 当时佛陀正在沙瓦提成给孤独原理说法 她让众人不要阻拦帕达卡利 让她跑到自己面前来 然后一句话就让她恢复了神智 并且告诉她 多生以来你因为失去亲人而流过的泪水比四大洋的海水还多 所以亲人子女都不会是人生的依赖 你为何还在放逸 DHP COME 2B268 BL2B255 帕达卡利当场证悟出国 后来出家精进 在一次休息前用针拨灭油灯的瞬间证悟阿拉喊过 她是女弟子里 持绿第一 相当于男弟子里 伍巴黎尊者的地位 057 Kisagatam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吉沙 吉沙 狗达米来到佛陀面前 伊恩住 吉沙 狗达米婚前贫穷 难得一位妇人看上了她 和她成婚 但是她一直得不到夫家的认同 直到她生下了一个男孩 夫家终于因此接纳了她 故她非常重视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 吉沙 狗达米感到无法接受 一直值着的要向人们讨要想复活儿子 最后她去请求佛陀 佛陀说只要她能拿到 没有死过人的家庭所拥有的一点芥菜籽 就可以用她制好儿子 吉沙 狗达米跑遍全程也找不到这样的家庭 最后她终于领悟到佛陀想要她知道的道理 回到佛陀那里 佛陀问她找到芥菜籽了吗 她回答 芥菜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请允我出家受戒 佛陀于是对她说法 让她证悟了出国 吉沙 狗达米后来出家精进 证悟了阿拉罕国 058 Befriending the farmer 教住跟着 伊恩住 这里没有提到名字 所以个人从画面推测是佛陀成到第十一年的时候 在网舍城南山托波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跟着波罗多波色在组织大规模的跟离作业 世尊前往托波的时候 他们正在田间用餐 于是他们对世尊说 我们要这么心情跟离才能得到东西吃 你也应该这样劳动才能得到收获 世尊用记回答说 我也在跟离播种 土里的姿势 智慧就是我的恶和离 正念是我的锄头和边 这样的耕耘 圣地就是我的收成 不死的甘露会是成果 跟着波罗多波色婴儿折服 用铜波圣周要供养世尊 但世尊因为这次供养是先送祭才得到 所以伊诸佛惯例不能接受这样的供养 并预言这周已经变得有毒 他让对方把这周倒在无生物的水里 入水的时候出现这周有毒的迹象 跟着波罗多波色婴儿感到恐惧 归一世尊而出家 后来震得阿拉罕果 SNE比4 S7点11分 059 Meeting the Sanitation Worker Sunita 陆域清扫宫苏尼塔 伊恩铸 苏尼塔是王舍成一个石花叶家族的成员 他当时正在从事极其困苦和低贱的街道清扫工作 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的前置 于是在一个清晨他正在扫得的时候特地前去见他 他看到佛陀的时候敬畏的吴的自容 佛陀问他要不要出家成为一名比库 他狂喜地答应了佛陀带他回到寺院 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 他依此证悟了阿拉罕果 从此许许多多的人和神都来敬拜他 他此生的低贱是因为过去是曾经对一位辟之佛说过不尽的话 MAC VSS 620年3月1 MAC AI 540F 060 The Semenora Sopaka being abandoned in the cemetery with a corpse 沙玛内拉苏帕卡和一具尸体一起被丢弃在墓地里 EAN住 苏帕卡在巴黎文里是 建名的意思 因为他是一名墓地工作者的儿子 古印度一般从事这类 不仅 行业的都是低等种姓 他出生四个月的时候 父亲就突然去世了 他被叔叔收养 在他七岁大的时候 因为和叔叔的孩子争吵 所以他叔叔把他和一具尸体捆在一起丢在墓地里 想让柴狗把他们一起吃掉 午夜柴狗群出现 他吓得大哭 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果的前置 于是设法营救了他 土里似乎是派遣一对笔库去救他 另外各记载是直接对他放了一道光 让他得到力量自己振脱了绑腹 然后来到佛陀的住所 那时他振得了出果 他妈妈后来去找他 找不到就去问佛陀 佛陀先把苏帕卡隐身在一边 然后对他妈妈说法 他妈妈因此证的出果 而苏帕卡痛失证的阿拉罕果 苏帕卡的前一世是一位精通废陀的婆罗门 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 就在不久前 当时佛陀遇见到他很快就要过世 所以前去见他 苏帕卡的前世向佛陀撒花位做表示尊敬 佛陀对他说法之后从空中离开 他过世之后就转身为这一身七岁正果的苏帕卡 MAC VSS 480 年六月 MAC AI 477 F API 64 F KH PA 76 DHA 476 F 061 VENERABLE ALMONDA RECEIVING OFFERING OF WATER FROM THE MAIDEN OF LOWCAST 阿南达尊者向一位低等种姓的女子托拨药水 伊恩著 这图可能反映的是北传经典里记载的摩登家女的故事 南传经典里个人暂时未读到类似记录 这位女子据说明叫波吉弟 阿南达尊者当时不在乎对方种姓卑微 依然向她托拨 她被阿南的风采迷住 用了各种方法想要诱惑她 包括让她的外道母亲使用幻术迷惑阿南达尊者 佛陀后来告诉她阿南达尊卫修行者 她也必须出家修行才能和她般配 她修行之后觉悟到自己的愚痴 主动放弃了之前的想法 062 The Unwholesome can make result VIPACA OF VENERABLE CONDEDENA 坎达多纳尊者不善素叶的果报 EAN著坎达多纳尊者前世曾经是一位的居天 当时他看到有两位比库亲密无间 所以想试探他们的友谊 于是当其中一位比库暂时离开 另一位比库进到一处灵子里去的时候 她变成一位女子 衣冠不整的从那个灵子里出来 让另一位比库误认为她那位朋友戒行不尽 这一不善业的果报让坎达多纳尊者此生出加脱波的时候 总会让别人看到她身后有一名女子像她女友一样在跟着她 如图所示 她其实只是一个幻影 而她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现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非议和烦恼 屠右边的几个人就在纷纷议论 后来高沙拉国的国王巴谢娜的听说之后 亲自前来测试 证实那女子只是一种夜暴造成的幻影 于是她发新供养坎达多纳尊者 让她不必再承受外出脱波带来的麻烦 坎达多纳尊者也因此得以专注精进 证悟了阿拉罕国 从那之后 从那之后 那个女子的幻影就不再出现了 A.A.I.146 F.F. Mac A.I.62 F.F. Also A.P.I.81 F. Mac 15 063 The Buddha and the Old Brahman who was searching for his lost cattle 佛陀和一位正在寻找丢失牛纸的老婆罗门 伊恩著 这可能是出自北传《咸鱼经》《非南传同明经》的典故 这位老婆罗门家境贫寒 借了头牛耕地 又不慎丢失 所以深感自己怎么如此不幸 找牛的时候看到佛陀平静地坐在树下 觉得佛陀才是最快乐的人 佛陀读到他的心念 就邀请他出家 并且为他说法 他当场证悟了阿拉罕国 这位老婆罗门过去身也受过佛陀的恩典 当时佛陀是一个国王 他是一个因为无心之师而连续闯祸的倒霉人 佛陀的前世则帮他一一排解 064 Venerable Angulamala being chastised by the townspeople 按古利玛拉尊者被村民责打 伊恩著 按古利玛拉尊者被佛陀度化出家之后 始终坚持四种被允许的苦行 树下著 穿粪扫衣 井池三衣 托波起食 尤其是坚持亲自托波起食这一点 对于一个恶名昭彰 甚至需要一名国王带着大批军队来围剿的前杀人魔王而言 是非常艰苦难得的 他因为从前的罪行很难讨到东西吃 但是依然坚持 图里反映的应该就是他经常遇到的一幕 被认得他的人责骂追打 有一次他在沙瓦提城被打的头破血流 佛陀告诉他 让你承受现在这痛苦的夜 本来会让你在地狱里被折磨无数年 065 The offering of alms by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玛丽卡 玛丽卡将军的妻子供养波时 伊恩著 英文可能有误 图里可能是高沙拉国王巴谢纳德的玛丽卡王后 她原来只是个制作花环的平民女子 因为布施佛陀而当身得到成为王后的机缘 后来成为僧团的著名施主之一 我个人暂时没有读到有 玛丽卡将军这样的人物 代查 066 英文原文空缺 067 Heretics Parade in Town W 沙门在村子里游行 伊恩著 这个英文疑似和第零四五重负 也和图中内容不符 从图的内容推测 可能是反映当时一位富家公子出家后 他的父母因为后继无人 怕财产被充公 所以要求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后代做继承人 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正式制定有关玉邪行的波罗一戒 这位比库就应父母要求和前妻如此行事 而遭到众人非议 佛陀从此制定了相关的戒律 零六八英文原文空缺 零六九英文原文空缺 零七零 The Buddha and the Wandering Aseptic 宝衣要达到 Korea 佛陀和尤方沙门巴西亚 达土卡瑞亚 伊恩柱 巴西亚原来是一名商人 出海经商七次都平安 第八次遇到海南 他趴在一块木头上漂流到苏帕拉卡这个地方 身上衣服全部烂光了 于是他用树皮做了一件外套 如图那样 在当的起时 这种打扮和举止让当的人把他当成了一名修行者 而给予了极大的尊敬 他也逐渐因此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阿拉罕了 一位天神因为有一事和他是同范行者 所以建议他去找佛陀以便得到真正的利益 在那位天神的帮助下 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当时佛陀所在的沙瓦提城 见到佛陀的时候 他情绪太过激动的请求佛陀为他说法 佛陀为了让他平静下来 就说 这是托波的时间 不是说法的时间 拒绝了他二次 巴西亚平静下来 回答说 人生太过无常 不知道何时就会死 所以坚持让佛陀立刻教他 佛陀知道他的命运 于是当场对他说法 他即刻证悟阿拉罕果 佛陀认他是从听法到证果速度最快的人之一 在佛陀离开之后 他就被一头怀孕的母牛顶死 他和上缅帝零五一图的普库萨提国王一样 前世都是加叶佛教法时期的人 当时有七个修行者到山上去 决意不正道就死也不下来 其中一位证悟阿拉罕果 一位证悟阿拉罕果转身犯天界 就是上缅提道那位天神 其他五位都饿死了 其中二位就转身为巴西亚和普库萨提国王 他们都是被同一头牛顶死 这是他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一个恶业的果报 因为巴西亚在过去世中从未不施过伊波给比库 导致他今生的福报不足以支撑到 获得伊波而从佛陀受界出家 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他已证阿拉罕果 最后却并没有对他说出那句著名的 善来 比库 不过佛陀依然让其他比库为他造塔供养 Ai 24, UDI 10, UDA 77FF, AAI 156FF, DHA 209FF, AP 2475FF 071 The Buddha teaching a mantra to the old Brahmi Who had been banished by his children 佛陀教了一首祭祀给一位被自己孩子赶出家门的老婆罗门 伊恩著《南传法句经典故》中有此事的记载 这位老婆罗门辛苦养育了四个孩子 每个孩子他都帮他们成家立业 后来他老了 所有孩子却都彼此推脱赡养责任 他最终被逐出家门 佛陀教他一首祭 让他等孩子们都在众人忠实 当众被送 这首祭主要是提到辛苦养大自己的孩子 结果还不如手中手杖 起码可以引路驱狗 众人听后纷纷谴责 孩子们也深感惭愧 于是就接父亲回家供养 那位老婆罗门感恩世尊帮他 将世尊请到家里供养 世尊对他说法 让他证悟了出国 后来他随世尊出家 证悟阿拉罕国 藏传 百叶经 藏版最初一字唐朝汉版 中也有类似记载 但是孩子的树木计位七个 零七二的佛陀 佛陀亲自照护生病的比库 伊恩柱 当时有位比库得了利吉 躺在自己的食尿里无人照看 因为他被认为是对僧团没有贡献的 而且估计味道也太重 如图远处有位比库就眼鼻 世尊让阿南达尊者取水来 并亲自为这名病比库清洗 之后他集合僧团说 你们出家再无父母 如果不相互看护 谁会来看护 对于病者 应如同看护佛陀一样看护他 并且为此制定了一条戒律 比库有病者 如果僧团无故不安排看护 犯、恶作 分MV8.26分 A5-123-24 07-3 King been by Sarah in the Prison Cell 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 伊恩著 英文原文是如此 但是很可能不对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描绘 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被割足的图 更吻合经典里的记载 但相貌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画家不太可能画出 二个头发胡子颜色外观都完全不同的 宾比萨拉国王 个人根据图中内容 推测可能是法剧经344世纪的记录 当时摩赫加叶尊者有个弟子 已经出家病症得第四禅纳 但是因为对一个精将亲戚家里的东西起了贪着 又还俗了 后来在俗世轮位小偷并被逮捕 即将被处决之前 他遵照摩赫加叶尊者的指示 收摄心念 专注所愿 并且进入了禅纳 执行者被他入定时的姿态所触动 于是向国王报告 国王也下令释放了他 佛陀知道之后说他 以前既脱离了细腹 却又回头重新惹上所有的细腹 后来他又重新回到僧团 精进修行 证悟阿拉罕国 074 The slave woman reproaching the heretic for bathing in the river Ganges at Don 身为奴隶的女子则被一名沙门于黎明时分在恒河里洗澡 075 英文原文空缺 076 Monastery Donnervis Ika and her father In Low 大讲堂的施主维莎卡和他的公公 EAN铸 这位维莎卡女士号称是 布施第一的女弟子 说他是大讲堂的施主 是因为著名的陆母讲堂 就是他新建布施的 有一次他去寺院里听法 把一个珍贵的首饰遗失在寺院里 他把这是为一个做布施的提示 决定卖掉这个首饰换成如法资具布施给僧团 但是没人能买得起 于是他自己掏钱回购 然后用这笔资金新建了 陆母讲堂 布施给僧团 分4比161 可能是因为居住条件太好 有些比库住在这里的时候变得比较放逸 急急隐隐于一些世俗杂事 目见连尊者在佛陀的建议下 用教指令整个讲堂发生了一场地震来警醒他们 途中是他的公公弥迦罗 那时候他的公公还是外道的信徒 对佛陀的僧团持排斥态度 当时他正在用精致容器吃一种蜂蜜米粥 见到一位比库前来脱拨 却洋装不见 于是维莎卡对这位比库说 我公公正在吃不干净的东西 他的公公因此恼怒的要赶走他 后来众人都裁定是他的公公弥迦罗部队 弥迦罗于是又想挽留维莎卡 维莎卡提出要请佛陀到家中来供养座位留下的条件 佛陀前来应公说法的时候 后他的公公躲在帘幕后面听 当场震的出国须陀喊 从此他说要尽为莎卡如同母亲一般 077 The Buddha and Sumona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en 佛陀和长者之女苏玛娜 伊恩著 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娜 这位应该是前高沙拉国王的女儿 现任巴谢娜的王的姐妹 他有一次带着五百位侍女和五百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 求问佛陀 两位在信念 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 一个有不失 一个没不失 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 佛陀回答说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 有不失者在寿命 外貌 荣耀 快乐和权力方面 都要胜过无不失者 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 证悟阿拉罕果位指 A332F 注释里说 他之所以会这么问 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宫里二个婴儿的谈话 一个是王子 一个是宫女的儿子 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 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 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 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今生地位比他差 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 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 A2595F 这位苏玛娜的过去生曾经把乳洲藏在茉莉花团中 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波鱼里 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供佛活动中手工者的荣耀和功德 他当时依此发愿生生世世都生代茉莉花香 并且都叫苏玛娜茉莉花幸福者 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 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 苏玛娜侍后他祖母到过世之后 就和巴西那帝王一起来见佛陀 在那次开世中 他证得阿拉罕果并且出家 他从前证得出果须陀汉时 只有七岁 Fig vs 16 078 Subhaterian A Young Suter 苏巴长老尼和一名年轻的追求者 伊恩柱 经典里同样有好多位苏巴 这位应该是苏巴 吉瓦康巴瓦尼卡 他属于王舍臣 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家族成员 据说容貌非常娇美 所以被称为苏巴 巴利文艺位 静美 他看到了感官欲乐的过患 所以出家为比库尼 有一次他正要去午休的时候 一名浪荡公子看到了他 被他的美貌所折服 于是不停地追求他 他反复向对方宣讲 爱遇的过患也不听 最后他问对方最喜欢他哪里 对方回答说最迷恋他美丽的眼睛 于是他毫不值着地把眼睛挖下来 给对方浪荡公子被震慑住了 并且请求他的原谅 后来他去见佛陀 佛陀让他的眼睛复原 并且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 他依此精进修行 最后正的阿拉罕果 Fig VSS 366 399 Fig A 245 F 零七九 Venerable Nalakum Mahathira and Venerable Maniyah 可敬的那拉卡大长老和可敬的季进行 伊恩著 那拉卡是当年佛陀刚出生时 为他看向的那位阿斯陀仙人 也就是前面图里出现过的卡拉德维拉 的外甥阿斯陀为佛陀看向之后 知道自己等不到听佛陀说法 就让外甥赶紧出家 等待佛陀 在佛陀正道 并且第一次为五比库说法之后的七天 那拉卡就前来请教佛陀 这里英文标题可能有点问题 原文直译有 寂静尊者的意思 因为当时那拉卡向佛陀请教的主题是 寂静行的方法 这个刑法原文是Money Yod 寂静 Pattipatt 行道 写英文标题的人 可能把这个Money Yod 当作另一位尊者的名字了 看图中也只有佛陀和一位尊者在对话 那拉卡受教之后 就回到他原来修行的地方 靠在一块金色的岩石上达七个月之久 以实践上述刑法的最高形式 最中正的阿拉罕国 他对这种刑法的追求 可以追溯到过去是莲花圣佛的时期 JI 55 SNA 2483FF 080 Kanda Planting the White Mango Tree 康达 种下白芒果树 伊恩著 佛陀在禁止比库随意展示神通后 外道都以为佛陀自己肯定也不会再使用神通 于是一个个都放心吹嘘说自己比佛陀神通大得多 而实际上这种禁止是指针对佛弟子而言的 诸佛并不受此制约 为了平息外道造成的这种局面 佛陀应兵比萨拉王的邀请 预言说将在七日之后城门口的一颗芒果树下 展示神通并且还罕见的同一国王宣传此事 让众人都来参观 外道听说之后 赶紧雇人把城门附近的芒果树全部砍光 七日之后佛陀在城里托波 有一位名叫康达的宫廷园林长 供养了一颗芒果给佛陀 佛陀吃完就让他把果核种在城门口 那个果核当众迅速长成一株巨大的芒果树 佛陀就在树下展示了传说中的双神变 而后前往三十三天为诸天说法 在天上渡过了他城道之后第七个羽安居 这则记录虽然鉴于小部本身经 但是一般是为事后事的增补 Jod 483 The Show Offering to the Brahmin About to make such sacrificial offerings 在外道准备对泛天进行牺牲祭祀的时候 向他们开示这种献祭的邪恶性 伊恩柱 那个时代的婆罗门教传统普遍迷信杀生祭祀的效力 而且极其注重以鬼细节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因为佛陀当时被公认具有观之远古历史的能力 所以有许多婆罗门教徒就来请教古代婆罗门祭祀的方式 佛陀告诉他们古代真正的那些婆罗门祭祀的时候是不杀生的 后来有些婆罗门艳羡世俗的享受 才逐渐边转出这些繁杂遗鬼 吸引统治者为此投资并从中获取名文立养 当历史上为了祭祀而第一次出现杀生时 诸天都惊呼祭法的败坏 作为被祭祀的对象 有一位泛天神就曾经亲口对一位做杀生祭祀的婆罗门老妇说 此非泛天时掌布第五经《纠罗谈头经》里记载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罗门叫纠罗谈头 聚集了数千头的牛羊要举行一场巨型的牺牲祭祀 但是她不知道已经失传的三种牺牲之祭以及十六祭法 于是跑去请教佛陀 佛陀有一个过去生就是主持这种失传祭典的宫廷顾问婆罗门 所以她很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古代的祭祀方式 根本不是通过杀生 而是通过参加祭祀的统治者 婆罗门 贵族和百姓自身严格的道德规范来达成祭仪的要求 受教的婆罗门 纷纷意识到这样才是真正圆满的大牺牲祭 进而他们追问佛陀是否有比这更高跟圆满的依法 佛陀回答不失有戒得者 乃至皈依、持戒、禅修 正的诸沙门果 是会比这种祭祀带来更多果报和功德的法 082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这个场景应该是婆罗门教祭祀中的火祭、火称、天启祭 分别祭祀三种目标 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 看图里分射三个容器、三分食材等等 祭祀仪轨非常复杂 人员分工也很细致 主要是通过网火里投放各种祭祀品来实现 投动植物的事、供养剂 投酒的事、酥磨剂 并且认为仪式动作要分毫无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稍微偏差就可能降低效力或是导致灾祸 图里右边那人貌似在查以鬼细节做法 图里主要是献果书和酒 所以可能是初岁祭或是四月祭或是某种苏摩祭 针对当时的这类现象 佛陀劝誓说 在临终火祭百年 不如请客之间供养修行的人 如是供养 胜过百年的火祭 法聚经纪一百零七 婆罗门 即使仅是请客之间鼎离圣者 也比整年的供奉大大小小的祭祀牺牲 要来的好 083 英文原文空缺 084 英文原文空缺 085 Venerable Sariputta and his mother 摄利福尊者和他的母亲 伊恩柱 摄利福尊者虽然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 一生帮助无数人和天神正果 但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他 摄利福尊者在进入涅槃前的七天 欲知道这是一个度化自己母亲的机会 于是向佛陀辞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时候他的物质身体就如其的迅速虚弱下去 四大天王 帝氏天王和大梵天王之道之后就依次前来探望李敬他 摄利福尊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婆罗门教徒 非常崇敬这些天神 他见到自己日夜敬拜的天神居然对自己的儿子置以如此的敬意 感到无比的喜悦 痛时也意识到儿子的老师自然更加伟大 摄利福尊者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母亲说法 让他的母亲正得了出果如图的场景 摄利福尊者进入涅槃之前的物质身体状况和佛陀及其相似 他进入涅槃的方式也和佛陀几乎相同 依次从出禅上升到最高级的禅定状态 然后再依次到退回出禅 再从出禅依次上升到第四禅 从第四禅状态进入涅槃 显示了他对禅定状态完美而精准的控制 按他自己的话说 他对各种禅定状态的掌握 就如同从衣柜里随意挑选衣上穿一样轻松 佛陀在接过这位上手弟子的设立时 说就是这位比库 在八万四千世界中 除了我以外 智慧无与伦比 086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个人推测这可能是 小步 天公是经 的第四十五经记载的事情 有四位艾西加国 冰纳卡加士的女子 遇见一位比库在托波 于是他们分别以一束青碎莲花 一束青莲花 一束白根带叶的红莲花 一串象牙色的茉莉花环境献给这位比库 他们的果报是往生 三十三天 各拥有一座美丽的天公 四座天公彼此相连 称 四女神天公 摩合目见连尊者称他们 乳之融色照十方 恰如小天之明星 图里可能是佛陀在向其他比库解释 寿花比库的事 087 The Buddha on Arms Run in Varendra Country 佛陀在彼兰若村托波 伊恩柱 英文原文描述的不精确 土里托波这位应该是阿南达尊者 当时是世尊臣到第十二年 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 到比兰若村过于安居的时候 天魔干扰了那地方居民的心智 让他们忘记了对世尊的邀请 SPI 178 L DHA 253 C F J3 494 当德的农作物痛时 受到一种病菌的侵袭 整个的曲陷入饥荒 那时有一位马商 带着五百匹马 在彼兰若村过雨季 他不失给托波尖南的每位比库 少量马脉 阿南达尊者就把这少量马脉 在研磨之后供养佛陀 佛陀毫不介意地吃了 而且吃了三个月 他赞叹能如此以信念战胜疾苦的比库 说未来之人将会因此轻蔑精米饭 摩赫木剑联尊者当时建议用神通翻转地面 以便取食当得的窍以下的一种蜂蜜状的可食之物 又建议把比库传送到复树的北古卢州去托波 佛陀制止了这些使用神通的方式 佛陀之所以会经历使马脉的夜报 是因为他在一次过去生中 身为一名贵族的时候 对当时的菩萨佛不敬 那时他看到比库们在吃一些好东西 就斥责他们 说他们应该吃马脉API 301 API 103F CF UDA 265 088 The Buddha and the Elephant Pallayaka 佛陀和相王帕里雷亚卡 伊恩著 这里描绘的是佛陀成道之后第九个与安居时的事情 当时是尊住在高沙比城 那里的比库因为一个戒律的细节问题发生了真值 逐渐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教导戒律的比库师长 一派支持教导经法的比库师长 情绪高到连佛陀本人的劝说都不听 佛陀从这事情看到了将来僧团的分裂 正如近代发生的史实 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些比库 来到帕里雷森林 独自一人在林中度过了这年的雨安居 在这期间就是图中的这位相王帕里雷亚卡 这名字的自根有点 帕里雷森林之林的意思 在取食供养佛陀 佛陀当时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 并且说既不得兼顾之友情 彼正身不得贤友 如王国土被征服 气味独行如龙像 继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意思是若得不到真正的友情 宁可保持独行 高杀彼成那些真职不休的比库 后来遭到当的居士的抵制 无法得到供养 最后回到佛陀面前认错 零八九 The Solace of the Feet of King Being by Sarah being cast 宾比萨拉国王的脚底被割伤 伊恩柱 他的儿子为申愿王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 要行刺父亲宾比萨拉国王的时候被发现并逮捕 但是宾比萨拉国王不但没有惩罚魏申愿王子 反而把王位让给了他 魏申愿王子又在提婆达多的怂恿下 要对宾比萨拉国王斩草除根以稳固王位 方式是把他关在牢房里饿死 因为宾比萨拉国王当时已经震得出果虚妥罕 所以他在牢里来回进行禅修 狠掌时间都不死 魏申愿王子于是又派理发师去把他的双足给废掉 据说要求是割开灌入盐巴和醋 然后用火炭烧制如图 这是那些理发师都做不下去 而宾比萨拉国王居然能毫无怨恨的让他们动手 他在过去身里有一次穿着靴子践踏一座舍利塔的庭院 而非赤足是靴 作为一名虚妥喊圣者 他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果报 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 转身为四天王中多文天王手下的一名将军 名叫蛇尼莎 后来还拜访过佛陀 提到自己期望能继续震到第二果司妥喊 dai135ff 分2190f 090 The Elephant Knowledge Being Admonished 驯服狂向奈拉吉里 伊恩著提婆达多企图谋害佛陀的事情曝光之后 很多比库都云集到佛陀的居所周围警戒护卫 佛陀却遣散了他们 告诉他们佛陀是不可能因暴力而失去生命的 那时 王舍城有一头著名的杀人狂像教奈拉吉里 提婆达多用身迁和加薪收买了训像师 让他们在佛陀入尘托波的时候把这头杀人巨像冠罪后放出来 当这头凶狠的发狂罪像冲向世尊的时候 大家都吓得四散金桃 世尊则泰然自若 他向这头狂像发出的强烈慈心让他请客间清醒了过来 最后驯服的跪倒在世尊面前 世尊用记对他说 行事最狂与放逸 放逸不得入善去 依循此见而行事 你将转身于善去 从此这头专业训像师都难以驯服的具象就变得温顺起来 当时他甚至还自己走回了像狼 佛陀在过去生的时候 就很多次展现了这种和不同种类的动物有效沟通的特殊能力 这可能源于他多生以来休息的波罗蜜 经典里记载有很多他和动物之间有效互动的情形 包括他年轻时驯服列马 上免徒李森林向王主动供养他的例子 而他在前一生生畏都绿天神的时候 就是在此心缠纳状态中过世的 这意味着他这一生五蕴的主旋律之一就是对众生强烈的慈悲 091 Admonishing the Assassins who had been sent by the Vedanta 教士提婆达多派来的刺客 伊恩柱提婆达多当时派了好几波的刺客去行刺佛陀 而且从刺杀到灭口安排的极其缜密 他先派一名刺客直接行刺佛陀本人 这是为皇家弓箭手 为申院王子伟派给提婆达多使用的 然后又派二名刺客埋伏在第一个刺客归路中 灭口第一个刺客 同样又再安排四名刺客同法灭口上二个刺客 这样环环相扣 最后一批刺客达到十六名 当第一个刺客接近佛陀的时候 恐惧感让他将立柱无法动弹 早已知晓的佛陀让他不要害怕 并为他说法 这名刺客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皈依了佛陀 佛陀让他取其他路返回 让他免于被其他刺客灭口 就这样佛陀依次把提婆达多派出的所有刺客都度化并且安全遣回 图里这波应该是第二波的二名刺客 092 The Vedanta Attempting To Kill The Buddha With A Boulder 提婆达多企图推下巨石谋害佛陀 依恩注 提婆达多派人刺杀佛陀失败之后 就决定亲自动手 他看到世尊在灵鳩山的山音处来回经行的时候 从山上推下了一块巨石 注释里说提婆达多有五匹大象的利器 这时有二个石锥从山体上刺出 把巨石卡住 但是石屑依然滑落下去 蹭到了佛陀的脚趾 佛陀抬头平静地对他说 迷途者 你已经造下了极重的不善业 这种业是忤逆罪之一 他的夜报导致提婆达多即使已经正的禅定和神通 下一身也依然会转身在地狱中 通常情形下 已经正的禅定的人 如果在灵终时维持禅定状态 是会转身在和该禅定相应的梵天界 佛陀实际上在提婆达多加入僧团时就已经预知了他此生将会做出的行为 因为提婆达多好多世以来都在和佛陀作对 但是佛陀出于怜悯还是接纳他加入了僧团 尽管提婆达多犯下恶业导致他将在地狱中受苦到这一劫结束 但是他此生的修行成果 会令他将来成为一名辟之佛 名叫阿提萨拉 093 The Thirty Bhadaviki Brothers and the Buddha 三十位巴达瓦吉兄弟和佛陀 伊恩柱 如果按照律藏的记载 三十八达瓦吉兄弟当时应该已经是比库了 而非土里的世俗人打扮 他们当时都休息苦行 在一次与安居前想从远方赶来和在沙瓦提城的佛陀一起住 但是时间来不及 只好在离佛陀巴尤寻的路途中过与安居 与安居之后他们满身湿漉漉的来拜见佛陀 佛陀因此制定了有关加西纳伊的戒律 允许在与安居结束后的一个月内 安排其中的一天来制作森袍 所有的制作程序 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量干 以及在森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洗 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天所制作的森袍就称谓 加西纳伊 图里的场面和英文注释似乎有点不太相符 带查 094 King Ajay Tosa to coming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为申愿国王来见佛陀 伊恩著 在《掌布第二经》《沙门果经》中记载 为申愿国王 在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 他已经继位成为摩羯陀国的国王 在宫廷医师祈婆的推荐下 前往拜访当时镇著 在祈婆医师的芒果园中的佛陀 为申愿王因为参与过谋害佛陀的事情 所以一直不敢去见佛陀 这次拜访他出动了五百头圣奇象 大量人员持续照明 即便是这样 当他接近佛陀住处时 依然感到巨大的恐惧 当时佛陀身边有一千两百五十个笔库 为申愿王认为这么多人同在一个住处 不可能会如此安静 他甚至因此怀疑这是一次谋害他的阴谋 如图描绘的场景 当他亲眼见到佛陀和一同静坐的笔库时 感慨地说期望他的儿子也能获得这样的安详寂静 他因为谋害了父王 所以害怕他钟爱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自己 于是有点期望他儿子出家 DAI 153 很遗憾 他在位32年之后 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 那次会面佛陀向他详细解释了出家修行能在当身所得到的果报 这个问题他问了当时许多外道的导师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 佛陀后来提到 如果不是已经犯下杀父的业 那次会面他就能证得出果虚陀汉 尽管如此 他依然从此成了佛陀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 据说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 他就没法睡好觉 和佛陀见面之后 他终于能睡得安稳了 DAI 238 095 The Courtesan and the Lecavi Princess 安巴帕利 维沙里城的城花 和利查维族的王子们 伊恩柱 城花 这个是古印度的一种特色职业 象征一座城市的女神 工作是为贵族提供封城性质的服务 据说维沙里整个城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繁荣 安巴帕利因而使其被发现于一棵芒果树下 所以他的名字有芒果的意思 长大之后他的资荣及其端力 为了避免因争夺他而起冲突 贵族们于是达成协议让他当了 城花 他的魅力带到佛陀在他来访之前 还要特地警告比库们要注意保持正面 不要被他迷住 DA2545 他在佛陀即将进入涅槃前 经过维沙里城的时候 专程驱车前去拜访佛陀 在听讲之后 邀请佛陀次日到他的家里应公 佛陀默许了 在他离开时 立查为族的王子们正好前来拜见佛陀 他当时因为能够获权供养佛陀而自豪到没有给他们让路 两车交错的时候 王子们想要以重金换取供养佛陀的权利 安巴帕利说即使把维沙里整个城给他 他也不换如图中的拒绝首饰 邻国的宾比萨拉国王和他发生过一段感情 生了一个儿子叫维玛拉坎达纳 后来他出家成为一名出色的比库 安巴帕利晚年听了他儿子的说法 也出家修行 正的阿拉罕国 CK206年7月 他此生之所以沦为封城职业 是因为过去生他曾作为沙米尼 和比库尼们一起敬拜舍利塔的时候 一位阿拉罕长老尼不慎留下一滴口水在地上 当时他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口水 但是冒出一句不敬的话 哪个有女在这土的口水 CK206年7月 PS 现在在Youtube上还能看到一部1966年的印度电影 Aumrapali 描述的就是他和宾比萨拉王的那段感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领略一下印度人自己展现的佛陀时代古印度的场景 要用代理软件才能看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 有些关于Gift 双斜限 V.UQ.COM 诺姑罗夫和诺姑罗姆被佛陀称为是在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对夫妻典范 在诺姑罗夫第一次遇见佛陀的时候 就鼎立他的双足 称他为亲爱的儿子 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探望他们 因为诺姑罗夫记得一些前世的事情 佛陀在过去生有五百世都是他的儿子 佛陀当时为他们夫妻俩说法 让他们都证得了出果虚妥罕 诺姑罗夫妻有一次请教佛陀 他们来生如何还能再相遇并且再做夫妻 佛陀回答说彼此忠诚 慈爱 有正性 持戒 不失 培养智慧 来生就还能在一起 如法助于此世间 同持戒与五波萨 事后喜身于天界 同受丰盛之乐乐 AM4.54分 英文原文是说图里那位是诺姑罗夫 但是个人从依着类型和鼎里的的点推测这位应该是巴谢纳的国王 那次是他和佛陀最后一次会面 巴谢纳帝王当时和佛陀佛陀一样都八十岁了 他说他和佛陀同龄 同是沙地利 同是高沙拉人 佛陀故乡家皮罗魏臣实际上是从属于高沙拉国的一个属国 但是作为国王 他对人心的把握却远不如佛陀 比如他在会议上讲话时 经常被手下打断 而佛陀说法时 听众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 他因此对佛陀置以最高的敬意 M89 097 Blocking Vithithaba and His Army 劝祖维都达巴 皮琉璃和他的军队 E恩柱 皮琉璃是世家族一个宫女和高沙拉国王巴谢纳的的儿子 因为当时巴谢纳帝王想要娶一名世家族的公主 于是世家族用宫女伪装成公主嫁给了他 所以当皮琉璃王子16岁拜访娘家室家族的时候 由于血桶低贱 他坐过的座位被用牛奶来洗 这种巨大的歧视行为让他发誓一定要复仇 巴谢纳帝王发现这事之后 一时废掉了皮琉璃母女的地位 后来在佛陀的建议下又恢复了 皮琉璃二十岁时 趁巴谢纳帝王当时出游 篡夺了王权 巴谢纳帝王死在逃往摩羯陀国求援的路上 而皮琉璃很快发兵攻打世家族复仇 佛陀经却预知了此事 于是来到两国交界处 在大军面前孤身一人 顶着烈日暴晒坐在世家族境内的一颗 无法遮阴的枯树下 如图中情形 当皮琉璃王问他为什么不坐在高沙喇国境内的茂盛大树下时 佛陀回答 亲族之音圣他族 皮琉璃王会议并退兵 皮琉璃王此后又出兵二次 都遇到佛陀坐在同一颗枯树下 于是又都退兵 佛陀因为这事而承受的暴晒 让他留下了延续一生的头痛 UDA 265 API 300 皮琉璃王第四次出兵的时候 佛陀知道世家族的夜报 在过去世中曾经做过集体像河里投毒的事情 无法避免 就不再试图挽救 两军交战时 世家族人虽然全副武装 但是无人愿意杀身 于是落败 全族人几乎都被屠杀 但是因为坚定持戒 全部往生天界 佛陀预言皮琉璃王七日之后就要死亡 七日之后皮琉璃王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干枯的河床上过夜 河水突发 全军赋煤 从此高沙拉国的国土并入摩羯陀国 佛陀在有一次和外道讨讨论 深夜 更重还是 一夜 更重时 有提到一个例子说 的 心自在 者 摧毁一座城市 只在一闪念之间 M56 所以即使佛陀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皮琉璃王仇恨再大 带着整个军队也是不敢硬闯的 当时的传统也是如果军队行军途中遇到沙门 一般是要退兵 098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这图里应该是佛陀进入涅槃前 握于沙罗双树下的场景 当时佛陀身上批的是居士福贵供养的 柔卷金色衣 福贵原先是外道阿罗罗 加罗摩的信徒 他见到佛陀和僧团在静坐 身为那种硬镜所触动 佛陀为他描述了禅定的境界之后 他就归依为佛陀的在家信徒 佛陀即将入涅槃前的肤色及其光辉明亮 据说让这件金色衣披在身上时都显得失色 当佛陀以狮子卧的姿势右侧卧于沙罗双树下时 沙罗双树在非开花时其开花并散落 空中的天神也痛时散花奏乐供养 佛陀却说这些都不是适宜的供养方式 他强调持戒正直 依法禅修 才是对他最高的尊敬和供养 当得的莫罗族人文训之后 纷纷赶来拜见 如图又端人群 因为人数太多 阿南达尊者安排他们以家庭为单位 一团一团的集体礼径 零九九的Buddha's Last Conversion Night of the Wondering Asitxapodact 佛陀最后度化的人 由方沙门苏巴达 伊恩著 这一幕发生在上途接受大批莫罗族集体礼禁时 佛陀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 苏巴达当时还是外道行者 他听说佛陀即将入涅槃 连续求见三次都被阿南达尊者拒绝 怕佛陀再受外道烦扰 佛陀独知苏巴达的心念 让阿南达尊者不要再阻拦他 如图所示的情形 苏巴达请教佛陀 世间有那么多的教派和导师 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理呢? 佛陀回答说 在任何刑法和戒律中 有八正道者 才有真正的沙门果 依八正道而行 这世间将不空缺阿拉罕 苏巴达听佛说法之后 立刻请求皈依出家 那时外道要加入僧团都要先考察四个月 佛陀破例当场接受苏巴达成为比库 苏巴达出家后不久就证的阿拉罕果 佛陀进入涅槃前 最后一句留言 是非阿托摩 坏灭之法 Sankara 造作巨盒 阿托摩迪娜 不放异 Sampadatha 去完成吧 所有的造作巨盒 都具有即将坏灭的特质 即由不放异的努力 去完成 解脱 8-第十六 100的Bromandana Distributing Relics 婆罗门多纳分配佛陀的设立 伊恩柱 当时为了佛陀设立的供养权 各方势力差点又起冲突 多纳婆罗门劝说众人依佛陀的教导而忍辱无真 于是众人推选他用逃平平分佛陀设立为八分 1-摩羽托国的卫生怨王 2-维沙黎城的利查伟族 3-加皮罗未成的释迦族 4-遮罗坡的巴黎族 5-罗摩迦的居立族 6-皮刘提的婆罗门 7-波婆的莫罗族 8-佛陀涅潘所在的库西纳加罗的莫罗族 各方领回剑设立塔供养 此外 多纳婆罗门自己留下分设利用的陶平 剑 平塔 供养 毕波里瓦那的莫利耶族也派遣使者赶来 迟到了一步 只得到剩余的灰烬 于是剑 灰塔 供养 在凡俗世界之外 龙王和诸天也得到了一些佛养 亚舍利 其中一颗佛亚舍利据说供养在 三十三天 第十六 101 Assembly of the First Council 第一次经典劫集 伊恩柱 世尊进入涅槃七天时 消息传到当时正在半路的摩赫加叶尊者和随行的五百笔库 其中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比库须拔陀罗 反而庆幸的说 这下终于没人制约我们 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 于是摩赫加叶尊者身赶尽快解极经法和戒律 以免肆意歪曲者得势的必要性 当时僧团决定在王舍城过与安居时进行第一次解极 由卫生怨王负责供养 参加者是由摩赫加叶尊者精选的四百九十九位阿拉罕和阿南达尊者 除了参加者外 其他比库不得进入王舍城过与安居 阿南达尊者在举行结极前的一夜彻夜禅修 终于赶在结极前阵的阿拉罕过 所以正是结极时是整五百位阿拉罕 这次结极因此又称谓 五百结极 会兼由摩赫加叶尊者担任询问者 五巴黎尊者送达出绿藏 阿南达尊者送达出金藏 一百零二Dispatch in Sanathara and Atarathara on their missionary work 派遣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前往红法 伊恩著途中的场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极之后 中间那位贵族应该就是阿首喀王 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此去的目的地是金帝国 据说这就是下缅甸的海岸一带 或是印度大陆东南角某地 当时那里有一名女性的海神 每当国王有子嗣出生 就把孩子吞噬掉 两位长老抵达的时候 恰好有一个王子出生 因此他们一开始还被视为是石人海神的同伙 后来两位长老用神通驱退了那个石人海神 并且通过念诵 梵王经 在那个国家周边树立了一道防护结界 当时有六万名众归一佛教 贵族出生的三千五百位年轻男子和一千五百位年轻女子出家 从那时候起 王室出生的所有王子都取名为 索努塔拉 就是两位长老的名字连起来 MHV 126-44F DPV 82-SPI 64 103 Dispatching of Kickhus on missionary works to the nine regions 派遣笔库前往九大地区传法 伊恩著同样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集之后 记载中的九大地区就包括上图中的 金帝国 金夏缅甸或印度东南角和 伦家岛 金斯里兰卡 104 Presenting the Sacred Bowtree to Sun Amita 将菩提树种交给森加米塔 伊恩著 在马辛德长老前往斯里兰卡红法之后 当德的女众也很想加入森团 包括当时斯里兰卡国王的王后阿努拉 于是森加米塔长老尼也被派往斯里兰卡去开启 当德的比库尼传承 森加米塔是阿守喀王的女儿 阿守喀王一开始还不太情愿自己的女儿 越洋远舍他国去红法 后来在森加米塔本人的坚持下 终于同意了 森加米塔当时还带去了菩提树的幼苗 如图所示 据说就是直接分裂于菩提加耶纳诸佛陀 坐于旗下得以正道的菩提树 幼苗被种植在阿努卢塔普拉城的大寺中 从前是斯里兰卡国王的宫廷园林 后来供养给僧团座位到场 是上座布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根据的 据说至今还生长在那里 105 卡西长老为帕库萨提王子赐福 106 King Ahsoka erecting the stone monument 阿守家国王树立石碑 伊恩著 阿守喀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任统治者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印度大陆的帝王 他登基时为佛陀进入涅槃后第218年 阿守家王起初是打算继续扩张版图 但是受到攻打卡林家国时所造成的大屠杀场面的刺激 放弃了这种流血冲突的方式 在皈依佛教之后 他转而推行一种非暴力的政策 当时由于君王信仰佛教 于是大量外道为了各种好处也混入了佛教 导致教义和戒律一片混乱 为了进化僧团 阿守家王肯请马兴得尊者的老师帝沙长老出来主持局面 据说当时阿守家王跪在河里 伸出右手迎接帝沙长老的船 而碰触帝王的右臂 在那时是即刻处死的重罪 阿守家王呵止了皇家侍卫 于是帝沙长老持起他的右手 作为接受他成为自己弟子的标志 阿守家王请求帝沙长老展示一个神通 以证明自己帝沙长老当场在他面前引发了一场地震 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结集就是在阿守喀王的护持下 由帝沙长老主持完成 在那次结集中 三藏经典正式定行为今天的形式 阿守家王归依佛教后 陆续在各地撰刻了记录自己真战历程和佛法教义的碑文 成为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 使得从那个时代开始 有可能对印度诸王朝的存在时间进行大致的估算 正是在阿守喀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 将佛陀的教法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 让整个亚洲的历史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PS2001年有一部印度电影 阿玉王 阿搜喀 及阿守家王 讲述的就是阿守家王早年的一段感情故事 直至入侵卡林家国 影片中的几段插曲相当不错 片中的女主角据说是阿守喀王的第一个妻子 而著名的马辛德长老和森加米塔长老尼的母亲戴威 她是世家族的后裔 就是上树皮琉璃王公打世家族时逃难者的后代 则是第二个 影片里戴威也有出场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冒号双斜线 www.induluk.com 斜线 MTV斜线 28.htm 左开示圆阔号 公元2012年8月12日测试有效 中文字幕 107.Assembly of the Fourth Council 第四次经典结集 Ean铸 发生于公元前29年 由当时的一位阿拉罕摩赫拉奎塔主持 的点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叫阿路卡勒纳的山洞中 这次结集的特色是 将三藏点击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之前都是以传承者记忆和口颂的形式流传 这也是为什么三藏原文里有许多高度重负的段落 目的是为了便于祭颂 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和饥荒严重 而能寄送全部三藏点击的笔库越来越少 未避免经典失传 所以结集之后 将经典刻录在背叶上流传后事 108.Assembly of the Fifth Council 第五次经典结集 Ean铸 这次结集发生于公元1871年 由三位阿拉罕大长老贾加拉比文萨 纳瑞达比达亚 苏曼加拉萨弥助持 2400位比库参与 的点是在缅甸的曼德勒 整个结集为其五个月 特色是结集内容被捐刻在729块厚12.7厘米 涨167.64厘米 宽106.68厘米的大理石板上 如图 并建位一座佛塔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达比较大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达比较大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达比较大量